反对分封 反对凤王就三 嘿 反对分封 反对凤王就三 嘿 反对分封 反对凤王就三 嘿 这就是赤裸裸的抱团欺负咱老猪是老实人的 就连刘伯温 宋连 这些开国重臣 野帅文官跟着起哄 这些人果然没一个是知恩图报的好东西 哼 上阵赴子兵 打虎亲兄弟 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 最后必须自己的儿子们守着才能睡的安心 讲句不好听的 就算是将来藩王们作乱夺了皇位 那不也还是咱老猪家的天下吗 这封王就藩的事 咱老猪干定了 皇上 您忘了汉朝的霸王之乱了吗 日后藩王位打不掉 必然谋反三思啊 对啊 对啊 皇上 老臣恳请皇上收回分封猪王的旨意 王国之患就此埋下 皇上数年征战之心血必将赴诸东流 是啊 是啊 治国当强干弱之 如此分割天下为数十谷 与王国无异 皇上要是不收回旨意 就放微臣告老还乡吧 没错 没错 又来这一头 又来这一头 说到底 这封王是咱的家事 这几个酸如来指手画脚就够可恶了 竟然还敢要挟咱 真是欺人太甚 既然如此 索性就趁这次把这帮老东西都给收拾了 为大明江山扫清障碍 二胡传令下去 门外跪着不走的每人二十板子 给振使剑往死里打 务必叫他们济世 谁敢偷偷去告诉皇后与门外之人同罪 嗯 怎么连你都要抗旨 二胡不甘 实在是有意识需要兵命晃夜 有屁快放 想旺也在闷外 这二十板子下去 二胡担心萧旺也紧守不住 你说的是老杀二猪瞎人 二胡不甘其慢晃夜 想旺此刻的确在外面 这小子凑什么热闹 他这会儿不是应该在大本堂上学吗 反对分封 废除封建专制 还我自由 请父皇收回旨意 嗯 听说湘王跌伤了脑袋 现在一瞎 这孩子果然脑子不太好使 皇上封王 他一出生就是湘王 荣华富贵 人人羡慕 况且他还不用向燕王 亲王去镇守边镇 成年后只管去哪 玉米之乡快活逍遥 他反对个毛啊 我死也不去翻地 诸位大人们一定要同我并肩作战 坚决抵制分封 开玩笑 刚穿过来 就发现自己变成了 在静难之义中被建文帝重拳出击 举家自焚的大明第一任 烤鸡王爷 襄王朱瞎人 当然要反抗了 而且帮着朱元璋打天下的猛人 朱如徐达 蓝玉 随便拎一个出来 都是身上背着几万条人命的活颜望 蜂王就是要从他们手上夺冰拳 老虎嘴里抢肉 他们万一被惹毛 我瞬间就剩一根毛了 最主要的是 老朱的这帮儿子 个个不是省油的灯 九大塞王 那是一个比一个猛 特别是朱棣 到了七十岁 还能跨马上战场 所谓一山不能容二虎 这些王爷等老朱一死 铁定是要打起来 到时候我就是看着 无数炮弹在天上飞 却躲都没处躲的炮灰 蜂王哪是那么好当的 就算不打仗 也要管一个省 看看老朱累得像狗一样 就知道为什么皇帝都那么短命 蜂王都特么不是人干的火 我就想在这应天府里 做个寻花问柳 斗鸡走狗的闲散皇子 总而言之 只要不封王 屁是没有 特娘的 他们闹 你也闹 好好的有学不上 你来凑这个热闹 老头子闹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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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散了吧 今日是劝不成了 死贱也没用 再跑 咱拿大班子抽断你的腿 干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跟老朱拼了 父王息怒 十二弟还小 哪里懂什么分风 只是觉得好玩 就去凑个热闹 你个熊孩子懂个屁 整天就知道上房街把爬树捅马蜂窝 就知道听那帮文臣挑唆 不封王 以后你大哥当了皇上 你们吃什么 其实老朱哪里舍得打 朱家人从出生起 就是所有皇子里面最淘气最聪明的 前几日他爬树摘海糖果 师族掉下来昏死了几日 老朱都以为他隔屁了 伤心的不行 他却又醒来了 不我不当什么湘王 也不去什么长沙 就要留在应天陪母后 陪父皇 这不就是把混吃等死换了个委婉说法吗 哪有丝毫悔改之意 谁要你陪 你留在应天一点用都没有 只会捣乱 却当藩王还能保我大明江山永固 你给咱跟着你大哥好好上学 好好练武 虽然要阻止封王 但也不能挨打 反正离去长沙 还有十年 来日风长 看谁耗得过谁 十二弟到底是为什么要惹父王生气啊 对了 如果朱镖能活八十岁 朱允文当不了皇上 就没法逼我自焚了 那不就不用做烤鸡王爷了 太子殿下 弟弟有句要紧的话 一定要劝诫您 你说 大哥洗耳恭听 请殿下 务必好好保重身体 不然等你隔屁了 我其他哥哥们 可不老实啊 尤其是四哥 大你不到 胡说八道 我这年轻就咒我死 湘王殿下短期内可能会有异响之症 旁人尽量不要刺激他 知道了 多谢十二弟关心 放心 你好 我也好 这样的身子骨 难怪比他爹红武还死得早 太子殿下身体太弱 这可不行 从明日起 我一到银时就来叫你跑步 只要坚持 每日跑二十里地 不出一月 你肯定能强壮起来 谢谢十二弟 不用了 要的要的 皇上宣太子殿下过去说话 朝堂大事有父王和我操心即可 十二弟上年幼 又刚受了伤 如今只需养好身体 勤学练武 以后才好做哥哥的左臂右膀 现在赶紧回去休息吧 那么的 如今这身子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 说句不好听的 就算是逃出宫 不到三分钟就会被人拐卖 能干什么 第一 确保朱元璋不封王 第二 确保朱镖不早死 第三 确保太子小妾吕氏不生朱允文 但凡能做到一点 就能快活逍遥了 加油 朱瞎人 嘿嘿嘿嘿 王爷可好全了 要注意休息 晚上早些睡觉 莫再淘气了 你父皇和大哥忙于正午 这些年一日只睡四五个小时 甚是辛苦 莫再惹他们生气了 知道了 知道了 走远了 她才反应过来 回头看了看 只见一个漂亮的女人立在道旁 阴阴相望 那是她的生母 胡顺飞 宫中所有皇子都有马皇后抚养 不允许其他妃嫔 与皇子有太多接触 皇子和亲娘只能悄悄见面 以解私意 可是 诸夏人不在乎这些 毕竟这个身体的原主人 对亲娘就没什么感觉 对哦 朱元璋是个工作狂 每天要批阅几百份奏折 一日只睡四五个小时 朱镖又是个温良 恭俭让之人 要等老朱睡了 才回去睡 在老朱起来之前 就要起来 老朱常年征战奔波 比牛还壮士 自然没关系 可是朱镖就经不起折腾了 难怪朱镖那么瘦 从今天开始 要想办法 让朱镖能早点睡 嗯 朱镖人一向是个行动 天刚刚黑 就进了御书房 嗯 你个臭小子 不回去睡觉 在这里守着干嘛 早起早睡身体好 请父皇和殿下早些歇息 睡个屁 还有这么多没看 这个如太素 最是啰嗦 万字奏折 足足有五千字奖励史 后面一半 其实也只说了两件小事 不看也罢 这几份都是讲求语 求个屁 该下就会下 补下球也没用 每一句有用的话 浪费纸张 你个浑小子 到底要干什么 咱抽死你 十二弟伤到了头 父皇切莫与他计较动起伤身 臭小子 赶紧想办法补救 不然让你在这跪道明早 不用补救 父皇把他们统统打回去重写 这次奏折又不是作文大赛 抖什么文袋子 从今往后 规定大臣不管上奏 多么重要的事情 必须在三千字内写完 按格子写 抄一个字 直接打回 同一件事情 上奏折两字以上不看 他们写得倒是开心 却累坏了 我大哥和我亲爹 苍天啊 终于有一个人能理解咱老朱了 咱可不就是累坏了吗 这帮文臣整天知乎折掩 一件小事也要绕个天大的弯子 看得咱云里雾里脑瓜子疼 关键咱要是有一处没看明白 稀里糊涂准了 搞不好就要出大事 父皇 二臣以为十二帝看似顽劣 其实所言却极是 如今臣子们写奏折 一日比一日繁荣拖沓 啰嗦凑数的多 真正有用的少 长次以往 不利朝政 不如趁这个机会 好好整治一下 嗯 咱再好好琢磨琢磨 今日就这样 你们先回去歇息吧 你把这小子送回宫 别再让他乱跑了 早上闹朝堂 晚上撕奏者 是想上天吗 娘类 这法子竟然成了 真是富贵险中求 十二帝 是谁教你来说 刚才这些话的 没谁教我 我瞎懵的 就是想让哥哥早些歇息 孔圣人说过 君子有三戒 少支持 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 殿下要保重身体 远离女色 特别是那个女士 狐媚祸上 欺人精确 殿下绝对不能临兴 刚才还觉得 这小子已经恢复正常了 这会儿又来指点 我房中之事 这小子才七岁 知道什么叫妖媚祸上 什么叫女色吗 再说女士是谁 走走走 回去睡觉 明早还要早起跑步呢 忍忍忍 他虽句句大逆不道 却也是为我好 再说长兄如父 我总不能真的跟着孩子计较吧 而且今夜拖着孩子的福气 我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卧槽 嘿嘿 殿下醒了 跟我去跑步吧 这不还乌七麻黑的吗 你还来真的 鲁迅先生说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谁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殿下不但要提笔 安天下 更要跨马定乾坤 不然如何能让父皇 安心把天下交给殿下 不能刺激他 不能刺激他 今儿思作者 明儿稍恭维 朱镖心里默念这句话一百遍 顺带骂了下人熊孩子一千遍 动起来 要先热身才跑 不然会拉伤 那是何人 想忘跟太子殿下在抛步 说是要呛神剪踢 嗯 挺好 我实在跑不动啊 不错了 殿下第一天能跑两公里 明儿就能跑三公里 殿下回去用早膳 更衣吧 等下上完朝 我们大本堂见 这小子是真傻还是假傻 比我老子还管得宽 今日大本堂有我执教 以老朱的利计 估计三五天都消不了 笑什么 这个血印 施老夫作为忠臣冒死敬言 顽强不屈的最好证据 而且昨天那么多臣子在场 只有老夫有这个荣耀 我骄傲 我自豪 就算是本来想打相王 皇上也是爱老夫的 宋夫子勇猛 宋大人忠贞直言 果然是我等点方哦 嗯 综合朱元璋身高 鞋子离手速度 角度和风向 草 朱元璋早就算到 比我个子肯定能闪开 这支鞋本来就是 冲着宋连去的 心疼送老头三秒 心疼归心疼 该让这老头干的活 还是要干 这小子又要做什么哟 昨天害得我们什么也没干成 白白跪了那么久 夫子 我有要事 要跟夫子商量 请夫子侧耳过来 嗯 我有法子 让皇上撤回 分封旨意 哼 这绝对是老朱的圈套 叫着小儿来试探我们的口风 老朱以为我们昨天没进言成功就会放弃了吗 做梦 就算不为了大明江山 也要为了老夫最爱的学生朱彪 反抗道底 请皇子转告皇上 臣等一定会反对分封道底 大家都是同道之人 夫子不必害怕 且好好配合我 嗯 夫子 我想听夫子讲史 讲典故 殿下想听什么典故 嗨 多得去了 远了有二世祖矫诏 逼死公子扶苏 杨广杀杨勇 李世民玄武门 杀兄杀弟 进了有缘文宗毒杀 哥哥即位 干 我这种历史学渣 都能数出这么多来 怪不得后来 朱允文要削翻 这群书本手握重兵 隔水心里 不害怕啊 一天讲一个 连讲一个月 就不信老朱和大镖听了 能坐得住 好好好 向王敏而好学 难能可贵 读识可以明治 知古方能见经 今里 我们就讲秦朝为何二世而亡 卧槽 这小子 昨日跟太子说 我会篡位 今日又让夫子讲这些 绝对是故意跟我过不去 宋连在讲台上托抹横飞 手舞足蹈讲得正起劲 忽然跑进来一个太监 打断了他 宋大人 各位夫子 皇上说 今日早朝临时 有要事宣布 所有官员务必到场 叫母彩来换诸位速去 按说来大本堂讲课 可以不上早朝 这么突然传诏 搞不好是要在意 昨日悬而未决的 封王之时 诸位殿下先灵天 带我回来再接着讲 都是繁体字 我认得他们 他们不认得我 以后还要被四书五经 真是要了老命了 讲我一个堂堂大学生 到了这里 竟然成了个范文盲 容长脸 气长眼 宽肩腰细 长相身材是猪皇子李 最像猪元璋的 老四 草 这是永乐地啊 这几日忙着捣乱 还没时间跟朱棣交流 乖乖 这就是历史上 唯一一位风狼居区 乐视艳然的帝王 或许并斗现 李静和蓝玉这样 同级别猛人 朱棣的战斗力 该有多强啊 后来还开创了 永乐盛世 编了永乐大典 牛逼大发了 名城组找小弟合适 卧槽 称我为帝 还是在暗奉我 有猛反啊 这也就算了 还特么叫的嗜好 这是咒我死吗 放学李总 让四哥好好跟你讲讲 什么叫胸有地功 哟 听这口气 是想打架啊 刚好 我正想让老朱见识一下 什么叫兄弟气强 这么小都打架 等大了还不互相往私里整 行单挑还是群殴 你这小子个子不高 年纪不大 胆子挺肥 我要跟你肉搏 你一定要说 我以大欺小 我们比射箭吧 谁说了 都要答应对方一个条件 七岁王啊 批大点的个 连洗衣厂都没去过几回 能射中才怪 布莱是王八 赖账是小狗 此刻大殿上 老朱脸色阴沉 满朝文武低头摒气 鸭雀无声 地上满是被撕碎的奏折 这特么撕得太爽了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即日起明朝 官员须精简作折 作书不得超过三千字 同时不得上作两次以上 亲辞 这是作折又不是作文大赛 抖什么文袋子 万字作折有五千字奖励史 后面一半只说了两件小事 像话吗 哼 特娘的 太痛快了 这一锤子下去 真是又准又狠 叫你们以后还来烦咱 该说不说 老十二虽然年纪不大 目光独到 说话一针见血 真是咱老朱的好蛋 不好 这样又要被带偏 皇上所言及时 臣等从今往后定当 言解一概 不过昨日所说封王之事 还请皇上三思 哼 这个老学就是学不乖吗 咱昨天就是故意打宋连的脸 这老东西脸上的鞋底子印还没削 竟然又敢来提这事 刚好 现在就把昨天没打的板子打完 等一下我爹要打我的老师 我是拦还是不拦 皇上 皇上 大事不好了 好你娘的丧 粗鲁 替咱问候令堂 有事快说 燕王和湘王再比射箭 射箭有什么慌的 咱的儿子本来就要习武 湘王说射死靶子没意思 要跟燕王互射 奴才们拦不住只能来报皇上 啊 在哪儿 玉花园 这两回小子是要气死咱呢 老朱又要跑了 这欠分封又劝不成了 皇上 臣等定会在上折子劝进分封之时 宋大人莫要上了的 呃 诚意不为何这么说 皇上那个圣旨 重点不在前半段而在后半段 后半段 走报同一件事 超过两次 上不越 昨日宋大人上的奏折 群臣复一 算是都上了一次折子 所以所有人都只有一次机会再上奏折 我们要好好利用 我耿着皇上 十年犹豫 抛得不都牛这三天躲 当年夜奔突袭张世成 或是被陈有亮追杀 咱都不曾跑这么快过 特娘的 咱一下没了两个儿子 生多少个都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哈 我赢了 胡说 你射中我窝头 我射中你左胸 都是死 为何说你赢了 我猜你为了赢 定会瞄准 目标最大的左胸 果然 你拿的二粒弓 二尺剑 最多能射穿这本书 晃尚这两只剑的剑头都被罢了 薄上了一段 斩住红墨水的弄咪 但是我的剑 却能穿透你头骨 你说是不是我赢了 我输了 你说要如何吧 两个小畜生 给咱跪下 晃尚起糊涂了 马子尖则是畜生 那他是 你们两个兔崽子 到底要干什么 回府王 十二弟说 想进食一下二粒弓的威力 儿臣给他演示一下 话说回来 这两小子射箭还挺准的 陶小子出好 陶闺女出巧 你呢 平时伶牙俐齿的 这会儿怎么不说话了 是 儿臣就想试试 被剑射中的感觉 要完事吧 很好 从今日起 上午以后 天黑之前 所有皇子都给咱去教场练骑射 咱给你们指定师父 每日下午 教场折腾一下午 还不要了我的小命吗 哎呀 太好了 一个下午 不用在大本堂学 那无趣的要死的猪圣人 就算让我们去教场 跑一下午都愿意 干 这个老猪的脑回路 怎么跟人不一样 才刚和老四模拟 以命相驳给老猪看 怎么还专门请师父 教他们武功 父皇 我个子小 年纪小 打不过几位兄长 怎么 这会儿怕了 怕 怕就好好练 以后上了战场 蒙古人可不会心思手软 我是怕一下练太猛 太子殿下受不了 再说刀剑不长眼 到时候猪标在教场上 提前隔屁 还玩什么 说的也是 太子单独练 不与其他兄弟一起 好好练 草 怎么剧情总是 不按照我的计划走呢 老猪这不就是 要我等着挨打吗 皇上旨意 皇宫后院除了 侍卫和厨房的主厨 任何人不得携带 有认真物 更不得在皇宫内院射箭 不然抓到一次 二十板子伺候一次 打死为止 地道 年满七岁的皇子 今日其日日去教场练武 每个皇子指定一个练武的老师 十五日后皇子比武 垫底者 师父罚俸禄一月 皇子罚跪一个时辰 前三甲 依次赏师父三月 两月 一月俸禄 皇子同赏 太子不参与比武 太子的师父是表哥朱文正 就是说皇上把朱文正 跟着太子一起摘出来了 汤河 穆英 郭英分别为二 三 四皇子的师父 三位皇子平时伸手就了得 如不出意外 前三甲肯定是他们 三位武将等于是坐着等赏赐 我是太子的殷亲 却被指给湘王做师父 那老十二身高 还位及四位兄长腰部 摆得像个鸟 表面上 是老朱看得起我蓝玉的本事 才把最弱的皇子指派给我 可短短十五日 就让他跟几位兄长比武 这不就是明摆着皇上 这是给我小鞋串 瞎找个借口罚我啊 罚凤禄是小 如果老朱始终心怀戒地 蓝玉就是第二个廖永中 我这会儿替蓝玉求情 那不就是赶着往刀尖上冲吗 我们可是一起从老家启示的人 纯王齿涵 李大人是个文人 比我懂这个道理 你这个执性子得改改了 平日也低调和善些 如今除了去求皇上 堪让湘王不参与比武 也没有别的法子了 烂大人 晃上让安串话 还有半个月事件练戏 烂大人不必游行过糟 填上日头随大 可是种求都过了 必伤太量 烂大人这样容易生病 还是会去学习吧 老朱这一词是说皇恩炙热 却被我这个做臣子的 不知好歹给伤透了心吗 陈惶恐 陈不知好歹有负圣恩 求皇上原谅 这不表明了是绝不原谅 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 完了完了 小命不保 哎呀 那时候就不该灌了几口黄汤 胡说八道 呵 这就是红武 开国战神蓝玉啊 身上没有二两弱 点脚还够不着肩膀 哎呀 湘王殿下想从什么学起 布阵 这个好玩 果然是孩子 只顾着玩 湘王还是学点能迅速上手的吧 那你教我怎么逃跑吧 特别是怎么样 从重重包围之中 全身而退 学会了这个以后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 那不也能保住小命吗 草 这小子绝对是故意的 我一个先锋 你让我教你怎么逃跑 这个 臣不会 大明军法 大敌当前 敢回头就是斩力权 搞蒙眼 争状元 是 大赢诸佳人就行 叫十二那小子受点教训也好 平日就数他不老实 总闯祸 还连累我们 诸佳人原本想着输了就输了 大不了贵一个时辰 可是这会儿听见诸位师傅和朱爽的话 那颗万年都尽如死水的屌丝心忽然燃起熊熊烈火 草 特么的 太瞧不起人了 我这一次偏偏要赢给你们看 让你们知道老子也是堂堂男人 请师傅教我奔袭 他 这个说起来就话成了 奔袭这玩意要开地势 地貌和天气 不过练武比不得习文 将就的是练 广说不动没有用 母爬滚打 难免磕磕碰碰 不知殿下受不受得了 巧了 我正好是个坐不住的人 于是 其他皇子和师傅练射箭的练射箭 耍大刀的耍大刀 只有兰玉和朱下人满教场乱窜 咱们教了这孩子一下午这些 关键这本事到量量比试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 明日再不能学这个了 要学点正经本事 师傅莫忧 我只问师傅想不想赢 废话 当然想赢 老子堂堂武将 想来把教场上书营看得比性命还重要 关键你问我这个有意义吗 我想不想的 你都铁定书 想想想 那师傅就只管好好教我这个 他们等着看 我们俩的笑话 我倒偏要逆袭 好好打几位兄长和他们师傅的脸 兰玉心中一领 脑子里赫然出现十几年前在某个山穷水尽之时 老猪对他们说的话 连土匪都没把我们放眼里 我们偏要把这江山打下来 叫他们好好看看我们的本事 相往想学 我变教 大不了罚一个月俸禄 穷不死我 老猪要真跟我过不去 我逃过了这次 也有下次 论战功 朝中无人能比我多 论身份 我是太子其咎 老子平常嚣张惯了 不要领鸟领鸟 还做个缩头乌龟 被慕营这些鼠辈笑话 那就来吧 儿们吃吧 今日你们父皇体恤你们练武辛苦 刻地叫光露寺准备了肉 今天学了什么 学的如何 老实 父皇我今天学了 三刀柳一百零八烦恼 嗯 你呢老十一 父皇我今天学了 一枪开当门 好好好 好好练习 不要偷懒 到我这不问了 看来还真是区别对待 呵呵 老猪你想消停 也要看我 让不让你消停 父皇 比武如何决出胜负 抽签两两对决 比兵器 骑射 对打 自由裁判定输赢 如果势均力敌 裁判无法分辨胜负呢 那就等到一方认输 哦 十一哥 弟弟若抽到 跟你比兵器 你觉得是你的刀块 还是我的剑块 哦 大概是我的刀块 哼 到时候 我刺你一剑 你砍我一刀 就看谁 先扛不住倒下了 陛下 臣妾以为皇子们 都是兄弟手足 这样动刀动枪的不合适 哼 你小子别胡说 谁说要上兵器了 不上兵器吗 当然不上 哦 父皇惊口欲牙 说不上兵器 就不上兵器 对 就赤手空拳 点到为止 嗯 弓箭也是兵器 这么一来 比射箭也比不了 特娘的 被这小子绕进去了 哼 师哥 我要是抽到 跟你对打 你觉得 我们谁更强 那自然是我强 哼 其实 我们的身手 差不太多 裁判也不好断定 谁赢谁输 只能等我们 其中一个认输 虽然点到为止 可我要是死不认输呢 你的拳头 比不得其他兄长们重 我怕是吃你一百拳 都不会死 到时候 我肯定还有力气 回你几拳 你也不好受 打掉门牙 口鼻流血 那算是轻的 如此这般 我们两个怕是 从早上打到天黑 都打不完 父王 不管谁说了 都罚我吧 弟弟们年幼 我这个做兄长的 愿意替他们领罚 兔崽子 给咱好好吃饭 都无需说话 跟我斗 你们这群小屁孩 还年轻了点 现在恐惧的 种子已经在 这些人心里埋下了 就等着它 开花结果 比其社 我这短腿 连马凳子都够不着 只有摔死的份 就算只上肉搏 我也撑不过三场 咱们各个位居高位 功勋卓著 已经被老猪忌惮了 所以即便是对 封王再不满 也不能出声 老猪封王 说到底 就是想把兵权 都集中在自己 儿子手里 是了 等这些妄业都张大的时候 就是老猪扯地 仓亮弓 蓬走勾的时候 了用忠是第一个 却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咱们可不能 左等老猪傻过来 这一次 晃子闭屋 就让老猪看看 晃子们紫祥 猜啥起来 有多灿烈 这么一时半会儿的 不怕搅出什么亮将 却绝对能搅出 几个炮坏里 朝向的凶害子 这半个月 某足锦训练 诸位晃子 李秋闭屋那天 闹出个 还小闪甭的 打动进来 刚过五十 黄子们各个 竞装上阵 十分精神威武 唯独猪瞎人 诶 这娃娃虽然聪明 可是葛子实在是太小了 除了教她跑步 其他的都不知道如何下手 诶 虽然我不会骑马 但是我会捣乱啊 师傅 今日我们也学这个吧 小王爷 不是微臣看不起你 你真的爬不上去 你是那个内 那个内 那个内内 阳光彩虹小白马 滴滴答滴滴答 十二弟 这小母马 倒是挺适合你的 没有比这更矮的马了 话音刚落 他手里牵着的那匹公马 就朝朱家人那边靠了不去 其他王爷身边的马 也骚动起来 呀 哎呀 我好怕 然后精彩的事情发生了 那几匹马 不然就掐掐 还越打越起劲 聊起梯子 相互踢 后踢子踢完 前踢子踢 步行就用牙牙 每匹马都是一副 不弄死其他马 就不罢休的样子 一时间尘土飞扬 斯明正正 还好没来得及上马 不然现在不死 要断手断脚 要是真摔坏个王爷 我们小命就搭在这里了 皇上皇上 小王爷们在叫场练习骑马 那些马突然发了疯似的 不受控制了 什么 哎呀 我地面啊 遭灭呀 怎么回事 是臣没看好乡王 有错没错的 先摆个态度出来 反正是老朱 你的儿子闯祸 你自己看着办吧 慕爱卿 你说 回皇上 这可能是乡王刚好 牵了一匹发情母马出来 混小子 又是你 儿臣哪里知道 什么发情不发情 反正我个子小 只能挑最小的马 不然怎么上去 特娘的 老子无言一对 瞧 这几匹小马 为了一匹母马 都能掐成这样 要是以后 为了真实 还不要打个你死我活 特娘的 这个混小子 这么胡说八道 是省怕捞主 不怀疑我们吗 原来是这么回事 咱说自分封以来 这些武将屁 都不敢放一个 咱还以为 他们都老实了 原来在这等着咱呢 这帮老花头 这么卖力 是想让咱看看 儿子们怎么自相残杀 好打消咱封王的念头 哼 或许又更不可告人的心思 比如 把这几个年长的王爷 都弄残了 就一劳永逸了 混账 还不快把这几个畜生拉住 要等着他们打完吗 嗨 诸皇子年龄尚小 驾驭不住马 就算是今日老十二 没有误打误 撞牵了发青的母马 也难保改天马 发狂把皇子掀下来 是 皇上圣明 那这一次先不必骑马了 遵旨 不能用兵器 也不能骑马 直接上手鸥也不行 那这个比武比个屁呀 老十二 你这小东西 搞那么多事情出来 不就是以为 自己跑得很快吗 你未必以为 你的兄长们 个个都跟你大哥一样 弱不禁风 连你都跑不过 你要跑 那咱就让你跑个够 而且咱要让你 平日练的那些 翻墙爬术的本事 都用不上 这一次 咱坑兰玉是坑定了 也定要你输得心服口服 皇上旨意 此次比武为了 不损皇子们兄弟的手足之情 不采用平日比武场上 两两对打 而换作拔旗 规则如下 众皇子依照 规定路限制终点拔旗 再返回起点 按锁得旗子上的序号 定比赛名次 论赏刑罚 每个办理设置一面哦 有专人看守 皇子到达后须敲响哦 并由看守的人记录 才算有效 皇子不得使用任何牛马矗力 不得借力旁人 三日后皇上马 皇后将邪文五百关 在成天门上亲自观战 看来我的计谋有效了 这不就是后来的酷跑吗 这是个什么玩法 比赛跑步啊 那肯定是个子高的年长皇子跑得快啊 优猴 这两人是来考察敌情来了 看也没有用 这一次神仙都帮不了你们 若笔射箭 那浑小子上有可能瞎猫碰到死耗子 蒙个正中把心 要是硬跑 老十二腿最短 咱就是要在文五百关面前 好好训斥你蓝玉一番 师傅教你那些没有用 全程都是在平地上走 只有那花园里数目多 稍微有点阻碍 师傅 我要做个东西 可是出不去 宫里也没有办法做 我能不能画个图给您 劳烦您明月回去 就找木匠铁匠尽快坐了带进来 行吧 师傅也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虽然不知道你小子要干嘛 但也只能死马当活马一一把了 咱们俩冤种师徒 总不能坐等老猪来法吧 九月初五 艳阳高照 秋高气爽 文五百关穿着潮服相聚在一起 心情激动又兴奋 老二老三年级相访 平日里也没少名争烂斗 等下他们肯定差不多时间到终点 为了抢第一名的鞋子 非掐起来不可 然后咱们就顺势把反对分封的折子 往老猪面前一地 老猪在这成天门上 躲也没触躲 况且当着众皇子的面 也不好耍赖 到时候就只能接了咱们的奏折 相望尽力就好 讨罪后也没关系 身头也一刀 缩头也一刀 着实不想为了自己为难一个七岁的孩子 师傅放心 今日我定叫你扬眉吐气 老猪扫了一圈面前十位皇子 眼神露出少有的慈爱 所有儿子站在一起越发显得瞎人矮小 老猪忽然心软了 今日着实有点欺负老十二的呀 要不 等下就算这小子跑最后一名 也只罚兰玉 不罚老十二算了 特娘的 这个逆子不打不成器 还是要罚 诸位弟弟注意安全 这小子要干什么 嗨 老师 狡王殿下 兔崽子 不带这么玩的 吓死咱了 还好还好 刚才差一点跟着跳下去 混蛋 瞧瞧你把咱的儿子交成什么样 那不是皇上自己的功劳吗 那是个什么物件 那是个什么鬼东西 又没牛马了 怎么上去一蹬就跑了 还比跑不快 臣也不知道 将往前些十日给了臣一张图纸 让臣按照图纸 做了轮子和铁架送进攻 哦 驾驾驾 老二才到第一个点 老十二已经进了内花园了 客娘的 头鸡区巧吗 这不是 这古怪东西什么时候放好的 不过 进了内花园 老十二齐的那东西就不好用了 全是树木花草 弯弯区区 陆海窄 看这小子怎么办 咱 万万想不到 十二这小子竟然能拔头筹 我们两个大冤种 还真的逆袭了 哦呦 嘿 跟完杂耍的一样 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老十二如此聪明 真是得了皇上真传 可不是嘛 聪明倒是聪明 就是整天跟个猴似的 太能折腾了 哈哈哈哈 这下好了 老朱伐不了我 还要赏我三月俸禄 看他怎么收场 而且十二皇子跑到第一 等下肯定是十一皇子跑最后了 十一皇子的师父冯圣那老小子 总说这世上唯有已死的长玉春比他强 平日就十分看不起我 今日那老小子要是挨老朱伐 就真是太洁气了 虽然知道老朱让我做十一皇子的师父 是为了敲打我 可是万万没想到最后竟然真的要挨罚 人算不如天算呢 到最后竟然是年纪最小的湘王把我们打败了 这不等于就是兰玉当着众人的面 拿大尔巴子抽我们的脸吗 是了 兰玉扯任一只恨小长 不知道登下会如何急凤赞满 东西想忘巴得臭臭 小祖祖你敢生亡 本王别的不行 放法火还是可以的 开玩笑那群武将得罪了谁以后都没好日子过 虽然想阻止蜂王 却也不能把小命搭进去 只要把旗烧了 我投机取巧得了第一也不能领赏 最后一名不用挨罚 大家也就不会怨恨我了 不对 怎么只有九根旗杆 是只有九根 晃上说怕晃子们纳错气好 所以就支给了九面器 这样纳不到气那个就是最后一命 干 原来前面的次序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最后一名 赏谁都是黄恩浩荡 感激涕灵 老朱要罚的那个却必须受罚 齐呢 想忘少了 完了完了 我这个做哥哥的 只想着拔头仇有多风光 却从不曾心疼年幼的弟弟 气度还不如比我们小了一节的老十二 那边怎么那么热闹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别哭了 十二弟把旗烧了 没有最后一名 谁也不会受罚 真的 那可太好了 不然我真对不起我师父 拿不回旗 父皇肯定要骂死我们了 哥哥们别害怕 旗是我烧的 一人做事一人当 哟 回来了 这样兄弟和睦的场面真好啊 可不是 咱哥以前就是这样牵着咱去放牛的 德里 没打起来 今天这个境界是不可能了 罢了罢了 今儿看热闹也看得挺开心 改天再说吧 哈哈 等下只能说相往投机取巧 赢得不公 看看自己能不能免罚 不然真要一家老小癌一个月了 二胡乌弄 某包护好气 叫相望劝给少了 太委屈了 安一个伪乌汉子霍绳绳被骑碎小子给起伏了 什么玩意 全烧了 呀 烧了好 烧了好 兔崽子 你说说看 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干 父皇英明 父皇叫我们比武 本就是为了让我们强身健体 锻炼本事 若是为了争名字 伤害了彼此的感情 可就不好了 说起来 这小子拿了第一 明明是有赏的 却把旗烧了 谁厚到 咱在门楼上看得清清楚楚 特地弄个小旗 就是想知道他们兄弟最后会怎么办 我们挨罚 倒无所谓 连累师父们 辛苦了半月 还要挨罚 就是大罪过了 所以我就烧了 大家都跑完了全程 都是赢家 没有输家 不用排名字 谁说翔旺杀了 他命命恨东是恨提雪衬子 老主你倒是听听你儿子说的话 我们可不就是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吗 我们跟你搭奖山 出生入死 你不让我们同乡田下 也好歹让我们相相情妇 至少别挣田乡着杀我们 你当真这么想 父皇人后 若是决意要赏 我和师父也行 请父皇把我的赏赐 均分成十一份 给我和哥哥们 臣爷请求把赏赐分给诸位大人 放屁 谁说咱要赏赐你 老十二说的对 咱本来就是要皇子们强身健体 无意破坏皇子们之间的感情 更无意为难诸位大人 这一次就算平局 没输没赢 都回去歇着吧 今日就到这里了 谢谢相望殿下 不然我少不得受罚 冯大人不被客气 我十一哥刚才边跑边哭 一听说棋子 烧了不用罚师父了 他立刻就不哭了 殿下受累了 师父 是我无用 险些连累师父 不怪皇子 皇子少年幼 他日定有大作为 师父 对不住 把你的赏赐给烧没了 莫要说那些 该微臣感谢湘王殿下 让臣免了罚 还出了口气 你拿个自己会动的东西 送我一个 我带回家玩玩 这有何难 师父喜欢 拿走便是 嗯 来大人 今日湘王拔得除除 恭喜啊 来大人 肩上扛的可是湘王 骑得那个身材 可不是吗 这是我拿好徒儿送给我的 老猪赏不赏的不重要 今天湘王可是让我在 吴百官和皇上面前张脸了 我要把这个东西拿回去供着 想望殿下 晃上脚你去闻话了 看来老猪奸妓不能得逞 有点不甘心啊 嗯 十一哥不跟他们接着玩吗 这是要去哪儿 父皇肯定是要罚十二弟 十二弟是为了我才烧了旗子 我不能让十二弟独自受罚 放心 父皇不会打我 再说了 就算父皇真要打我 你去了 也没有用 父皇不会一人分十板子 肯定让我们一人领二十板子 那板子打在屁股上 可疼 三五下就能要了你 一条小命 十一哥不怕 他怕也要去 我是兄长 断然没有让弟弟一个人去受罚的道理 诸位兄长 这是 走吧走吧 自家兄弟 说那些个干什么 父皇就算真生气 看我们一起去求情 也不会罚你了 行吧 兄长们要跟着就跟着 他们这么讲义气 搞得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可又不是去打群架 人多有个鬼用 想想 等下皇子们一字排开 脱了裤子挨打 那场面倒是挺壮观的 哦呦 干什么 要造反啊 熊父皇不要罚二弟 哦 本来还在佐茂 刚才他们兄弟携手过来那个画面 是不是怕受罚 故意演给咱看的 结果这会儿 他们又一起来为老十二求情 果真是兄弟有爱 让咱太感动了 都起来吧 有什么好罚的 他都跑了第一了 你做的那个妖孽之物 叫什么 到底是跟谁学的 这东西明摆着 就不是本朝的 选入大本堂里的藏书 也都是咱亲自选的经书典籍 根本不可能有这类书 这老十二都没出过宫 也没有接触过工匠 怎么能两三天功夫 折腾出两个这么古怪的东西来 定是蓝玉要么就是偷看了墨家禁书 要么就是那丝勾结外底 为了赢不顾冒险交给了这个逆子 那个叫自行车 文员格里有书上画了图 我请师父一葫芦画瓢 帮我做了两个 是你大哥从全国搜罗来的藏书吗 对呀对呀 哪一本 哪一本 我哪知道哪一本 我胡周的 忘了 那么多本 记不得是哪一本了 大概就是某人翻译的弗朗西的书 这弗朗西的东西是不错啊 听说他们从咱们宋朝老祖宗那里 把火器学了过去 还改良呢 如今威力很大 可是咱堂堂大明 却因为那些蛮夷停滞不前 反倒比人落后了 父皇盛名 如今公布也在改良火器 可惜进步不大 虽然辅朗西格的远 但是也保不起哪天人家坐船来打 就算人家不来 咱们也要想办法赶上人家 刚才布海在聊自行车嘛 怎么又说到火器上去了 算了 不管他们 反正不找我麻烦就行 逆子 你倒是说说 要怎么办才好 那就跟人家买回来 自己研究改良倍 别的不敢说 咱们国家再仿造 改进这件事上 绝对是行家 嗯 好 要沿海商贩 去买辅朗西的东西回来 明早朝就说这事 顺便看看公布 兵部还有什么需要的 父皇可以帮我 带两个东西吗 你小子 给你三分颜色 你就开染房 都是小玩意儿 不贵的 儿臣看书上 也画着挺好玩的 再说 儿臣跑了第一 父皇怎么 也要给儿臣点赏赐 刚才是谁在成天门楼上说 要把赏赐分给各个兄弟来着 那父皇就买十一份回来 我们兄弟几个 一人一份呗 哦呦 又被套进去了 这小花头在拿咱的银子 做人情啊 只是被十一个儿子 这么盯着 认识哪个老父亲 都受不了啊 嗯 谢谢父皇 瞧瞧你们这些小子 一个个高兴成什么样 只会折腾这些 没用的玩意 等咱研究完这东西 自然会还给你们 不行 叫公布 再做两辆救室 瞧你们一个个跟个乌烟机似的 父皇 这一次 儿臣赶时间 做得粗糙 如果叫公布再做 需要用坚固耐磨的悬铁 来做链条和齿轮才行 而且这个车 是按照我的身形打造 兄长和父皇起来 未免太小太矮 要把尺寸加大 再者 我只想着怎么快 所以压根没考虑减速的事情 公布要想办法 加个刹车上去 不然很危险 咱就说说 你以为咱会真的 叫公布费这个神作玩具给你们 好好学习 别光想着玩 过几日咱要考你们做文章 皇上 我们还进着海呢 外面商船进不来 里面商船出不去 怎么买东西 父皇一直说要恢复 我中国唐宋之辉煌 不如尝试着解海境 让四方来朝 红武元年朝廷颁布海境 一来是为了防止百姓 私自出海被倭寇截掠 也怕倭寇伪装渔民上岸抢劫 二来 也是农田荒芜 要鼓励农丧 不需要航海经商 如今既然有需要了 可以试着开一处 倭寇不好上岸的地方 你们说何处比较合适 广州府 港口水深浪平 远离倭寇 又离南洋寂 那就先开广州府海境 让我大名威严 弘扬海外 开了海 能做生意 才有钱赚啊 皇上圣明 还别说 这东西挺好玩的 比走路省力多了 那浑小子虽是淘气 却次次都办了点正事 撕奏者 推进朝廷精简奏者 跟老四护社 崽子们开始习武 做出了自行车 让咱开了海禁 引进夕阳之物 雨外伤茂 这小子下一次又干点什么 搞得咱心里还有点小期待 二胡 老十二最近在捣过什么 怎么几天都没动静了 晃上那日说 要差晃子们可以 所以这几日 几位妄业都在 牢牢式式学做文章 就他 那猴一样的能坐下来 学做文章 未日可得 孩子脑腾 你先脑腾 孩子安静 你又害怕 你到底要脑哪样 是 太安静了 安静得咱都有些不习惯了 今日是哪位夫子讲学 又博文 又大任 嗯 去大门堂看看 看着兔崽子憋了这么些天 做出了什么惊天伟地的文章来 不满十岁的四位皇子 请听好 日便以花草树叶为题 以一柱相识间为限 一人一具 组成一手 一人一具 前面那三个废物 要是弄出什么 狗屁不通的诗来 我莫非还能神通广大 硬掰回来 墙上一株草 果然 字数没错 且以草为题 风 风吹两边倒 我的娘蕾 这叫失 可 管他什么草 扯下一把烧 杀 老猪来了 湘王最近一连办了好几件大事 老猪对他十分偏爱 要是直说他儿子做的狮狗屁不通 这个老流氓怕是会掀桌子 好事 对战功长 利益新颖 真是旷古绝金 几位皇子上年幼 就能做出这档绝剧 前途无量 什么狗屁不通的打油诗 打柴放油的农民都能比这做的好 亏得刘伯温这个老花头还说好 小子们今日学了什么 老爸 你来讲 作诗 什么诗 关于花草的诗 嗯 做吧 咱听着 啊 万景求草的 马马虎虎 风果生兮兮 娘们兮兮 带到春归时 任我纵马迟 嗯 虽然不算什么绝佳好句 却把前两句的颓废拉了回来 相比刚才那个扯下一把烧 更是像模像样的许多 皇子们学做事多久了 每逢初一 十五学三日 已延续两年有余 两年了 学成这样 是咱的儿子太笨了 还是刘大人教的太好了 是陈教的不好 这不废话吗 谁敢说老猪儿子笨啊 你老猪家都是大聪明 刘大人也不必如此谦虚 听说你善于相忍 帮咱看看咱这几个儿子面相如何 不好 明摆着只能忘好了说 却又怎么说都不对 要是说老猪的儿子 各的都是人中龙凤 老猪会说我的意思是一山不容二虎 他们还是会打起来 挑拨他们兄弟父子关系 我要说只有猪标有天子气 其他皇子都是王爷 那老猪就会顺势 以后不许再上座阻止封王的事 刘伯温发愁 猪家人更发愁 就算历史再不好 也知道刘伯温是什么神仙人物 且不说那个预测后面几百年运势的烧饼哥 是不是后人杜传的 就按正史上记载 他也绝对是个鸡翘玲珑 聪明至极的人 我来了这么久 每日都在闹腾 估计刘伯温还没机会好好打量我 所以没看出端倪 现在老猪让他挨个仔细看 刘伯温要是点破香王的身体 如今被孤魂野鬼占了 那朱元璋还不把我当妖孽 让人架柴 直接把我烧了 先丑了 不会吧 不会吧 刘伯温真的能看出来吗 朱彪短命 朱彪的儿子朱允文 后来逼死了好几位叔叔 这些人自然都没好下场 所以他才那副欲言又止的表情 你看不见我 你看不见我 擦 这老头绝对看出来了 干 这老小子是真的晕了还是死了 会不会诈尸 你这个老东西 别想装死 给咱起来说清楚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来人 给咱把这个老皮肤脱下去 好好打二十板子 看他说不说 父皇息怒 刘夫子只是身体不适 并没有欺瞒父皇之意 什么年老体弱 咱看他那日跪在御书房外的时候 挺强壮的 给咱用力打 这二十板子下去 夫子一定承受不住 好 那就不打板子 宋具给刑部言行考打 定要问出个缘由来 这可不行 刘伯温扛不住招了 我就得死 要是敌死不招 就会被活活折磨死 他可是反对 锋芒的中间力量 要是他都死了 以后越发没人敢出生了 不管怎么样 先救下来再说 父皇盛名 儿臣听说给人看相算命 折损杨兽 刘伯温这老儿 只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 根本经受不住 连续给一个君王 和十个王爷看面相 所以才晕了 哦呦 对对对对 你们这些娃娃可都是咱的龙种 可能就是刘神棍太弱了 再说 三分看命运 七分靠打拼 什么面相命格 也未必是定数 不知道还好 嗯 老十二说的没错 咱当年要饭的时候 哪里知道今日能坐拥天下 你们这些小子要好好习闻练武 且不可偷懒 嗨 陈福伯命软 看不清王爷们的命格 不过 陈愿意收湘王为徒 将毕生所学之事 全部交给湘王 以后皇上 随时可以找湘王 给人看相 你个老不死的神棍 我好心救你 你竟然毫不犹豫 甩锅给我 父皇 而陈刚才 胡说八道的 这个刘伯温 就是在蓄意隐瞒 请父皇务必 将他当庭杖毙 你当真愿意 把毕生所学都交给老十二 你老朱这么信不过我 还不就是因为这些年 我世事都能看得比你准 谋略和兵法都比你强 你怕我以后来跟你儿子争天下吗 那我就毕生本事都交给你的亲儿子 而且是个反对分封的亲儿子 我们放心 你也放心 陈愿意 老十二能学得会吗 他可不是做得住的人 能 肯定能 陈看湘王聪会过人 定是那日摔到头雾打雾 撞开了天眼 不重要不重要 我说他行 他就行 行 从今日起咱就把老十二交给你了 我不学那些什么狗屁玩意 不许胡闹 好好学 咱都是为你好 微臣定不负皇上重拓 这叫什么事 这还能强买强买的吗 啊哈 湘王殿下就不要抵抗了 明日起就和老夫学习 一经六遥 紫微斗树 堪于风水 还要看兵书 水利 草药 风土 地理 树里 天文 美玉银时起 虚实才能回去休息 风里雨里要记得老夫每天 府上等你 草 这跟熬鹰有什么区别 要不了三日 我就会登进游窟 总算是明白了 对老猪来说 我学不学得成的 不重要 他只是想要 刘伯温和我 困住对方而已 这样一来 刘伯温没空 反对分封 我没空捣乱 万一我能学个一半 以后都足够辅佐猪标了 都是刘伯温 这个糟老头害的 反正刘伯温 也不敢打我 那就捉吧 捉到把我逐出师门 晚安晚安 第一日 猪下人把蒲公鹰叶子 晒干碾成粉 混在茶 夫子开心吗 明日我给夫子 带点八豆来 谢谢殿下 谢谢货 也挺好的 第二日 猪下人把刘伯温 珍藏多年的周易古迹 孤本给撕下来 别飞机 飞得满院子都是 超时变 我不会写字 相亡不必抵抗了 老实告诉你 你什么时候学会 什么时候完事 你学不会 我还更安全 皇上肯定要等你学会 才会赶我回家 或是杀我 吓唬我 你个糟老头子 坏得很 将甩锅给我 未必我还傻不拉几的 非要接吗 夫子总说 担心我们兄弟 以后造反 对我大哥不利 这会却要来 费心教我 你难道就不怕 我学会了 以后抢我大哥的位置 不怕 他是敌长子 你事述出 而且 你没有帝王之气 也没这能耐 曹 虽然我没兴趣篡位 可是直接说我没这个本事 就有点过分了 既然这样 我也不手下留情了 现在你这个神棍不生气 只还没被戳到痛点 第三日 诸夏人把刘伯温 珍藏的墨条磨了大板 在刘伯温藏起来 不舍得写的雪白大宣纸上 写了个歪七秒八的一个大字 湘王殿下的自弃是辉弘 嫌我大明国威 还可阵邪 驱魔 抵挡浊气 哦 好好好 挂起来 十二弟写的一首好书法 那个草字 读读最后一笔刚进至极 直进直出 很有男人风范 哪里哪里 还是刘伯子教得好 看看 皇子们都知道 这个字不对劲 我就不信百官中 没有一个人看出来 没有一个人敢说实话 到时候老朱被人讥笑 还不恼羞成怒 把刘伯温抓起来 打板子打到升天 小王果然有皇上风范 庞博大前 还有非白之妙 这书法有龙走凤 一看就不是凡人笔墨 都是些没骨气的老滑头 刘伯温 算你狠 这么都整不到你 反正我就不听课 你能怎么样 今日老夫就跟湘王讲讲六遥 乾坤屯蒙虚总是 比小处西吕太俯 同人大有千玉髓 古林关西事可奔 保父无妄大处疑 打过坎尼三十倍 贤横对袭击大众 尽你名一家人魁 你从哪里来 二零二三 如今是什么 一三七五 我会如何 死人不都是一个死吗 那也是 可是我什么时候死呢 你不是号称会算命吗 怎么连自己什么时候死都算不到 来人 殿下可是要起来了 我怎么在这里 昨日是刘大人抱着殿下回来的 殿下睡得真熟 奴才从刘大人手里接了殿下 放到浅宫床上 殿下都会闲 我说什么了吗 殿下一直念什么 闲啊 昆二的 可能是梦里还在被六遥口诀呢 真的是做梦吗 越想越觉得被刘伯温耍了 就算那糟老头子 压根就不会算命 现在也知道我的秘密了 诸家人越想越害怕 平日刘伯温三推四起 富贵连哄待骗 蓝玉好说歹说 他才肯去刘府 师父 我去刘夫子那里了 小子 开窍了 锦儿怎么这么积极 前几日送你去刘家 还跟个刚淹过的小公鸡一样 没精打采的 今天这么急切必有原因 我发现折腾刘夫子 比折腾我父皇好玩 我父皇恼了 还拿鞋底子抽我 刘夫子只会罚我写字 你学了多少了 嗨 就那样 我又不想学 都是赶鸭子上架 你帮师父看看 我最近总觉得要出事 师父 你都未及人臣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太子都要叫你生舅舅 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话是没错 可我总做噩梦 梦见我姐夫 自从尿永中死后 走梦见长玉春说 让我快跑 可这话 不能跟任何人说 说不定 是师父想尝大人了 等到清明 您带点好酒好菜 去好好祭拜一下长大人 也是 这刘伯温 怎么像是算到 我今日会早些来 一早在门口 等着是的 问什么 都是不打自招 敌不动 我不动 以不变 应万变 夫子好 湘王虽然淘气 李叔却很周到 果然如此可叫 草 我就跟你客气了一下 你就编排出 这么一套来 对你还真 不能用一般方法 湘王这是怎么了 累了 不想学 哎呀 湘王万万不可 如今已经是深秋 地上凉 若是病了 如何是好 原来这一招可以 我巴不得生病 不用来上课了 不学了 不学了 什么鬼 学不会 原以为湘王 跟其他王也不同 是个明智透彻的人 真心不想封王 这几日看来 湘王果然是在胡闹 什么意思 臣知道湘王烧旗是为了不跟兄长们起纷争 湘王知道分封后免不了兄弟相残 所以才会反对封王 虽然说的不完全对 不过不重要 最终目的还是一样的 那就是朱镖做皇帝 我要活下去 然后做闲散王爷 湘王也看见了 只是臣子们劝谏 并没有什么作用 皇上甚是宠爱湘王 如果湘王能想法子劝谏皇上 才是最好 刘伯温这是想把我培养成他们的内应啊 如果阻止不了封王 微臣也希望湘王能学以致用 帮助太子殿下守住江山 不瞒湘王说 哪日皇上命我给几位皇子看一下 我看出一群皇子里 不止一个人有天子之气 一下太激动 就晕了 老滑头 原来你的最终目的是这个 你哪里是太激动 你是不知道怎么说 才装死好吧 什么天子之气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就算你真能看出来所谓的天子之气 朱镖没当上 皇帝就死了 应该也只有朱蒂一个人有天子气 怎么可能有第二个人有天子气 你这不就是想瞎编个证据来反对封王 又不敢直接跟老朱说 怕老朱一生气 真把你咔嚓了 你以为我年纪小会被你摆弄 回去学舌 给老朱听 到时候老朱信不信都跟你没关系了 我听不懂 我还小 我这个人有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懒 能躺着 绝不坐着 只要能狗下去 我肯定不会自找麻烦 要不是为了活下去 我连分封都懒得管 想要我帮你干活 呵 你以为我是谁 其实你也知道 对吧 知道什么 知道朱蒂会反 就算知道 我也不会说 我如今做了那么多 历史早因为我而变了 后面会如何发展 还未可知 如果历史真的无法改变 我注定要被烧死 还费纳劲 干什么 知道什么 我还是个孩子 什么都不知道 算了 不知道也没关系 等老陈把湘王教会 就退隐山林 呵呵 这次要我接过 你骂老朱的大起 你自己好去 逍遥的意思呗 我才不上当 不学 太难 学不会 今日就到这里吧 湘王可能真的累了 回去好好歇息一日吧 等的就是 你这句话 关他明日如何 能快活一日 算一日 这小子果然聪明 雅根不上我的当 如此可叫 如此可叫啊 富贵 怪不得 古代那么多 皇帝喜欢斗区区 打马球 还有做木匠的 因为实在太无聊了呀 不找点有趣的事情做作 在宫里会憋疯的 卖书了位 英天第一大书局了位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买不到了位 瞧一瞧 看一看了位 明朝不是通俗小说流行吗 趁这个机会 买几本小闲书 志怪也使回去看看也好 殿下 遇志钦定历史书 不好看 地方志 到胃口 在刘伯温那里 看得够多了 儒家此籍 更枯燥 在大本堂里 天天念这个 偌大的书摊 竟然只有这三类书 掌柜 你这里就没有一点 有趣的书吗 小公子 有事有 就是贵了点 公子跟我进来 这么神神秘秘的 肯定是禁书 有搞头 不许进来 在外面等我 小公子 你买了就买了 绝对不能告诉别人 是从我这里买的 不然官府追究起来 我可是要挨板子的 这么厉害 倒要看看什么书 值得被打板子 还以为是什么 惊天动地的禁书呢 就是一本三国演义啊 嘿 搞得我还白激动了半天 这个我看过了 还有别的 更刺激的吗 哎呀 这位小公子 年纪不大 见识不少 我这里确实 还有更刺激的 不过这个书 就更不能给外人看 被朝廷抓到 是要掉西瓜的 掉西瓜 这回应该是 比较刺激的了吧 别说那么多废话 直接拿出来 水浒传 擦 到我完呢 我不认字的时候 就看过小人书了 拿本金瓶没 也好过这个啊 这个我也看过 还有吗 你再侮辱我 都在这里 本店是整个应天府书最全的 小公子 今日要是挑不到一本满意的 我这里的书都送给你 就这本了 聊胜于无 掌柜 你该扩大货源了 或者找几个会写书的 帮你写点刺激的了 不然你这应天第一书摊的身份 就保不住了 小公子说的是 下次你再来 定会有好书等你 再应天府开书摊快十年了 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说 关键 还是被一个小孩子 这小破还哪里值得 红武皇帝亚根就不让随便印书 殿下可是在找那种书 哪种 就是那种 锦蒙书 殿下别急 等你满了十二岁以后 公中自会派人送那种书给你看 说起来 刚才刘伯温有一句话倒是没错 老猪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 在他耳边反复唠叨疯的害处 没有鬼用 还会激发他的逆反心理 用画册这个法子应该不错 这小兔崽子又想干什么 一眼就能看出这奏折是被人打乱又整理好的 绝对有蹊跷 找到了 画工着实不怎么样 也就能勉强看出个意思来 唐朝叫熊大和熊二的两兄弟 武艺高强 行走江湖 这小崽子想干嘛 第二日 桌上又摆了几张画 熊大和熊二两兄弟发现了一颗龙珠 这个龙珠可以让人功力大增 延年益寿 嗯 咱很感动 一连几日都是如此 这特么是个连续剧啊 这故事还挺有趣的 两兄弟为了争龙珠反目成仇 打起来了 熊大把熊二费了武功 踢下了山崖 朱元璋被勾起了兴趣 等着看后续 四日上了潮匆匆回忆书房 桌上什么也没有 这小子分明在故意吊咱胃口 绝不能上当 熊大 熊二 熊大 熊二 熊二 累了不想画了 不行 你必须画 哪有这样画到一半就荒废的 做事要有始有终 我累得个半死 你倒是看了个热闹 你要不给我搞废 还要催更 画不好 废脑子不画了 难得你还有自知之明 你的画工确实不行 咱看着都费劲 老朱平日没什么消遣 难得也看得上瘾 我这个做儿子的自然要想方设法满足父亲 可是老十二那牛脾气 我也知道 说不画就死也不会画了 跟决定开始画的时候一样让人莫名其妙 况且这会儿才让老十二提高画迹也来不及了 儿臣有个主意 耍来听听 不如交给宫里的画师和国子健的学生来 由十二弟把故事口述给他们记录下来 回去写成书和画成册 再成语父皇 父皇日后也可以反复看着解闷 以后十二弟有什么新故事了 都可以这么干 这个好 不过不用叫国子健和画师了 大本堂的那几位夫子都是咱万一挑一的才子 叫他们办就是 光看话觉得没意思 要是能用通俗的文字写出来 倒是挺有意思 看来咱选的那些书着实枯燥无趣 怪不得这群兔崽子们都不喜欢 只有一点 民间若是有人借着刊印这本书 要刊印别的相似书籍 当如何是好 民间刊印之小说 交国子健审查过 若没有判完犯上 污蔑圣人 蛊惑人心 荒淫污秽的文字便可出版 父皇盛名 这样以来不仅推动了文化 艺术发展和知识传承传播 更是本朝一大进步 我本来也是个喜欢看书的人 苦于老朱对书籍刊印 规定的太死 许多书连看都不能看 这下舒服了 刘夫子学了几日 学得怎么样了 儿臣完全不知道 刘夫子在讲什么 果然 这个混蛋 果然是在糊弄咱 像他这样高深莫测之人 若是忠心还好 若是有异心 后患无穷 不如早些杀了省心 这几日 这些大臣一天换一个人 也不吵也不闹 也不哭也不叫 也不上奏折 就在朝堂上 叙叙叨叨讲风亡的害处 像苍蝇一样 在耳边阴阴嗡嗡 烦死人 他们肯定是受了刘伯温的指使 俗话说 秦贼先秦王 就找个借口 先干掉刘伯温再说 父皇 刘夫子博学多识 忠贞不二 必定尽心尽力 教十二弟 只是十二弟太小 此事也急不来 父皇若是杀了刘夫子 以后想要再找一个这样的人才 就不可能了 开玩笑 刘伯温这样的人 我以后接了皇位 还用得上的 嗯 那就再等三月 若是老十二 还没有任何长进 立刻杀了刘伯温 看我 看我干鸡毛 当时也不是 我自己要学的 现在还非要 逼着我学会 周易那些东西 大多数人一辈子 也弄不明白 三个月就要看到我 学出成果 嗯 还是杀吧 啊 儿臣尽力而为 嗯 好好学 刘大人一生本事 随便学会一样 以后都打遍天下无敌手 嘿嘿 怎么把这一茬 给忘了 从刘吉身上 学点本事实在不行 大不了逃出去 隐姓埋名 靠这个本事 养活自己呀 对对对对对 要好好学 是不是真的 会算卦和看相不重要 但是至少要学会忽悠人 好去天桥摆摊 嗯 远远看见刘伯温站在门口 一身半身的青年不一 飘飘然然 仿佛随时都会随风引去 他一挪动 就露出脚上 打着补丁的布鞋和裤子 哼 刘大人有些过于简朴了些 刘伯温这老头 虽然挺讨厌的 但是围观牵连这一点 却让人钦佩 洪武年间的官员 要是光靠奉禄 也就是刚刚能生活而已 所以贪官杀完一批 又冒出来一批 刘伯温都封了成一伯了 奉禄也就两百四十弹 是所有开国元勋里面 奉禄最低的 讲白了 还是老朱忌惮判刘伯温的本事 故意欺负他 不过刘伯温这么聪明 自然是明白 老朱的意思 从没有表示过任何不满 还甘贫乐道 活得挺自在 刘府上只有两个老奴 家里最值钱的东西 就是笔墨艳台 最近还被我折腾掉了一些 多年积攒的宝贝 作归作 但是欺负老人家 确实有点不地道了 夫子好 多谢湘王殿下 今日救了我一命 这家伙竟然在御书房 安了眼线 好大胆子 今日皇上在朝堂上杀鸡已现 却迟迟不动手 多日不曾出现的殿下 却来了寒舍 想必是皇上说要杀臣 湘王殿下为我求情了 并且允诺皇上会好好跟臣学习 这家伙是真的能算 还是真的聪明蒙出来的 听说皇上要开书禁 想来也是湘王殿下的功劳 这真是有利于 我大明江山稳固的大好事一件 卧槽 这个老神棍怎么什么都知道 刚才那个你的解释 还勉强说得通 这个开书禁的事 是我们三父子刚才才说下来的 你要说没安插间隙 光靠才能算出这事 我绝对不信 我看到了殿下这几日 在课堂上画的话 寓意深渴 苦口婆心 情节动人 想必皇上一定看得入迷 昨日你忽然不画了 皇上今日叫你去 肯定是追问你此事 湘王任性倔强 说不画就不画 皇上要看就非要看 你父子二人必然将助 以太子孝顺又温和的脾气 想拉架 便会劝谏皇上找画师来画 然后勘议 装定成色 已被皇上时不时翻看 以后你要有新的故事 还能接着来 既然宫中可以看这本书 那民间必然可以 这书进不就开了吗 我去 这都是你算到的 不是 皇上一向节俭 不舍得画前请画师 所以叫大本堂的夫子 来做这件事 我就是其中一个 说了半天 只因为这个 差点被你这老滑头唬住 我还以为夫子果真如此神通 殿下如此聪明 想必也看出来了 这不算知识 三分靠猜测 七分靠推理 所以要学 确实不难 那意思 不还是唬人呗 皇上献你三个月学 初点明堂来 我们先从这个最简单的开始 你又是怎么知道 三个月期限的事 这绝对不可能 从刚才那些推断出来 哈哈 三个月后就过年 皇上的性子 要是觉得 臣无用交不会殿下 不会给臣发了 明年俸禄才杀臣 说的也是 朱元璋节俭小计 能省一年 是一年 难怪当时 脱口而出三个月 说起来 刘伯温果然是 不复擅查人心的名声 就算学不会补算 学会这个也不错 请夫子自教 殿下方才听臣讲的时候 脸上表情 已经让臣知多臣 推测的对不对 臣就顺着往下说 所以占卜这事 不能太快 要边看边说 每个人的性格一定 身份地位 在那一刻也是确定的 世间之人 皆为力来皆为力往 从算卦之人的角度 既算利益得失 就不难算出 齐英队的行为 以及接下来的事情发展 希望事情 朝着某个方向 发展的人多了 就不会因为少数人改变 所谓大势所趋 万事万物 皆要顺应天命 也是这个意思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握住铜钱 心中念所站之事 随意摇几下 不少于三下 不然不挂之人 会觉得你敷衍 然后扔在桌上 看铜钱正反 便是挂下 此为一摇 如此六次就是六摇 听了一个时辰 除了要拿三个铜钱 制六次 其他什么也没记住 又被刘伯温这个老滑头 给忽悠了 六摇摇再慢 有个屁用 不会的 还是不会 十二弟 给我们算一个 还有我 这么多人 一人摇十八下 都要两百下了 等下手都摇断 来摇 自己摇 心诚则灵 摇完了 我给你们解挂 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 要占卜 只问明日几胸吧 大吉 反正都看不懂 不如说好话 让人开心下 若是说有凶兆 还要帮人避凶屈 才是麻烦 所以不管他们扔什么 都是大吉 嗯 嗯 嗯 大吉 金榜提名时 朱元璋坐拥天下 大小老婆几十个 儿孙满堂 还有什么是大吉 十二弟今日出来 可有为自己算一挂 不瞒四哥说 我还真算了一挂 也是大吉 千挂 六摇皆吉 可不就是大吉吗 哈哈哈哈 十二弟今日有幸给父皇算挂 可不就是大吉吗 哈哈哈哈 我闯祸了 瞎几把 给老朱粘了一挂 老朱说 如果不准就要来 捡你的摊子 要是我这么说 刘伯温一气之下 会不会直接掐死我 好为难 殿下莫慌 让我们来起个挂 都这个时候了 几挂还有个毛用啊 上挂为坤为地 下挂为根为山 又是千挂 逗我完嘛 六十四挂 两个不同的人 连续两次扔中千挂的概率 有多小 不用算都知道 恭喜湘王殿下 此挂有千德之君子 万事皆能亨通的意思 大吉 殿下将被皇上 唯以重任 是了是了 白天我也是 这么糊弄他们的 你这个糟老头子 坏得很 要是跟我那几位 年长的哥哥这么说 倒是还有几分可能 你跟我个七岁小儿说 会被唯以重任 良心痛不痛 咱就说 胡说八道 是不是也该有个限度 千挂 也有谦虚悲退之意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老天再告诉我 不要再乱说话 老老实实 做个平庸皇子 湘王切不可妄自菲薄 不日定是国家栋梁 好好好 懒得跟这个神棍争了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就是个大忽悠 比我脸皮还厚 来找他求解决办法 就是白费功夫 夜里出奇的闷热 好像又到回了种下夜 猪虾人抑郁烦躁 沮丧忧虑 倒是没有辗转反侧 而是直挺挺躺着 睁眼瞪着房梁 老猪最讨厌方术之事 故弄玄虚骗他了 所以我这顿打 肯定是逃不过了 嗯 来了不到两个月 好像除了作死什么正事 也没有干 又好像无意中做了 很多了不得的事 只是万万没想到 还没机会 从这重重工阙 出去领略大明的大好河山 就又要走了 罢了罢了 我本来就是乱入此处 就当大梦一场 明日主动找老猪 承认错误 一人做事一人当 就不要连累刘国温了 大概是因为想通了 所以也不觉得那么烦躁闷热 翻身入梦 这是什么鬼天气 连我在这里待的最后一夜 也不让我舒坦一点 老天开眼 下雨了 有救了 我们的庄甲有救了 哎呀 寒了几个月了 终于下雨了 整个应天府和皇宫里一阵欢腾 一直到早上 雨还没停 诸侠人浑然不觉昨夜的闹腾 比三层外三层 穿得像个球 这下打屁股的时候 就没那么疼了吧 殿下 晃上脚宁区域熟放 这么着急 就要打我屁股 都不等今天过完 等下进去 就麻溜地跪下 抱着朱元璋的腿 求他把自己当个屁放了 父皇 老善儿 你真是咱的好蛋 你昨天说咱今日有大吉 天下大旱那么久 今日终于下雨了 九旱逢干度 可不就是咱的大吉吗 不只是应天府 九旱的各地府衙 都快马家边送信来报起说 下雨了 那帮酸儒 终于不逼着咱下 醉己照求雨了 大喜 大喜呀 呦 这也行 骑兵晃上 光董管院 送菜埋的富郎喜活物过来了 哦 好好好 双喜临门 呈上来 这可是个好东西 十二帝果然算得准 今日我们可不就是人人大喜吗 老善儿还挺能干呐 真像一只香喷喷的烤鸡 老十二果然天资聪慧 从明日起 你就跟你大哥一起来御书房看奏者 若有决断不下 你来算卦决定 啊 这 不太好吧 儿臣没这个本事 小事还能糊弄人 这国家大事 怎么能胡说八道 万一决策错误 不是死一个两个人 而是死很多很多人 到时候大臣们 还不把我当妖言祸重的奸臣 切成块 薄成将 咱的儿子不必谦虚 咱是天子 咱说你行 你就行 有一种伤害 叫捧杀 我的亲爹朱元璋 正在干这件事 话说 我是歪打正着 瞎蒙重的 而刘伯温却是 正儿发精算出我 今日要被委以重任 这老头子 莫非真的有神通 杀了那个人 我不同意 那咱杀这个 我不同意 你则就知道 跟咱反着干 这就是你两父子的日程啊 算了 不杀了 让这混蛋再多活几日 漂亮 果然是三千加力 尖脸圆脸 都各有风韵 身材不错 就是穿太多了 草 刘伯温 吓死我了 皇上 刘夫子 刘大人神机妙算 把老十二也教得不错 有赏 吓酸 真吓酸 不过已经是破天荒了 平日里老猪 都是十个钱 十个钱的赏 臣不敢 皇上有时请吩咐 太明白你老猪的尿性了 从来都是敷一两银子 想得到十两银子回报的主 这会儿忽然赏我五两银子 不知道要干什么缺的事 刘大人不要怕 老四也到婚陪年纪了 咱觉得徐达家的大闺女不错 想让你给他们两合个八字 又是一道送命的题 徐达是明朝开国第一功臣 如今还深受老猪信任 领大军驻守大明北方军事要塞 北平让燕王朱棣娶徐达的女儿 这不就是想让徐达以后全心辅佐 朱棣镇守北疆吗 朱棣若是老漏实实做个燕王还好 若是不安分 想谋反 有了徐达的协助 他的能量也是成倍增强 这会儿 要是说朱棣和徐小姐八字不合 老猪会说老夫心怀叵测 扰乱边疆 要说朱棣和徐小姐是天作之和 等于是亲手给朱镣的敌人送弹药 以后朱棣就翻 要是上奏不止朱棣去北平 跟自己老婆和老丈人团圆 又没有道理 老臣最近 手气不好 湘王昨日连算十几卦 卦卦都准 还是湘王来算 嘿嘿 我把球踢回给老朱你自己的儿子 行不行的 都怪不到我头上 你个老滑头 又甩锅 你要教我学这个 就是为了天天甩锅给我 哪有那么便宜的好事 父子 我还没学到这里呢 殿下已经会算卦 补个吉凶即可 哦 父皇 婚姻大事不是应该问四哥自己吗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没弱之言 问他干什么 父皇帮四哥挑的人自然不会错 不过要跟徐小姐过一辈子的人是四哥 还是要问问他 不然我这卦算得不准 只要四哥喜欢 自然怎么算都是好的 你一个小花头又不肯干活 开玩笑 那可是永乐帝的皇后 这么大的事 你们别想让我来背责任 万一我说是天偶家配 这两人结了婚 相看两宴 还不骂死我 要我说他们不合适 这两人又看对了眼 朱棣肯定天天追杀我 说我坏他好事 再说 不抗争一下 杀住包办婚姻 这股歪风 等过个七八年 到我要成亲的时候 你们不问我意见 直接给我配个歪嘴斜眼的丑八怪 我还不如死了好呢 如此叫四弟来问问便知 这惠尔问他也没用 徐小姐也不在这里 他也见不着 听说徐大人进京面胜 带了徐小姐一起回来 今日武师便到应天府 岂有此理 莫非咱还能把人家一个未出格的大闺女 叫到御书房买给老四看 徐小姐到御书房来 确实不合适 不过可以去母后那里 随便寻个由头 把他叫进宫来就行 去皇后那里 老四也看不着 一堆女眷 他一个男人跑去算什么 父皇只管叫他来 母后看了好 自然就是好了 这个逆子 又琢磨什么鬼点子 母后最会看人 要是母后都喜欢 那肯定是好了 嗯 也是 问问马皇后的意见 倒是没错 传徐达魏时入宫面圣 徐小姐素有贞结贤尽的名声 饱毒精识 皇后也曾多次夸她是女诛生 此次咱便辞她五品 找她随许达一同入宫 向皇后谢安 是 去去去 看把你急的 赶紧看热闹去 你在这里也不干活 还惹咱心烦 多谢父皇 嗯 刘伯温怎么算到 我会被朱元璋 为以重任的 刘夫子 啊 殿下 刘伯温说过 鸡星好风 碧星好雨 月之从星 则以风雨 以及诸如此类的 一大堆从星向 预测天气的话 他昨日肯定是算到了 全国闹旱灾的地方 都有雨 所以说我告诉老猪是大吉 他一点都不担心 至于他扔出的牵挂 压根就不是巧合 对于一个摇筒前 摇了几十年的老神棍来说 扔出个牵挂 跟老赌徒 扔出三个六 一样容易 老猪一向疑心重 除了自己儿子 谁都怀疑 如今我能干刘伯温的活儿 老猪肯定会用我 而且我是刘伯温和蓝玉的徒弟 这两人都是太子党 那我就是板上钉钉的太子党了 干 这老头心机如此深 只可会议 不能明说 殿下要说什么 没什么 风大雨大 帝师路滑 夫子小心 四哥 四哥 我带你去看一个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 今日下雨 下午师傅们给我们讲兵书 我最喜欢听这个了 走走走 惊喜惊喜 马上到位时 四哥注意 看进攻的人 虽然不知道你要我看什么 不过 你看看这个雨 能看到什么 二十步之内都看不见人 这确实是个问题 朱棣不能随便出去 不然还能打个伞 搞个邂逅什么的 徐小姐过成天门 也就是一两分钟的事 机不可施 时不再来 等下要是马皇后 也看中了徐小姐 这事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 改不了了 这可怎么好 那你做个法呗 我哪有纳神通 能呼风唤雨的 要么就是妖怪 要么就是神仙 别说是我这种凡夫俗子 做不到 就算是诸葛亮 那也是算到 本来就要刮东风 才能借到 既然做不了法 那我走了 反正什么也看不着 不如去听夫子讲兵书 别啊四哥 来都来了 说不定 雨马上就晓了 要是能停个一时半刻 就更好了 我勒个去 太上老君 耶稣基督 不管是哪路神仙帮了忙 反正谢谢了 怎么只有马蹄生 讲道理 徐小姐是个女人 应该坐轿子来啊 这肯定就是徐达了 那女的就真是徐小姐了 长得沉稳大气 姿色中等之长 不是那种第一眼美人 还骑马来面胜 不知道我这个 一向不喜欢张扬的四哥 受不受得了呢 曹 他这是被吓傻了吗 四哥 这可是魏国公徐达 和他的长女徐长英 是 他竟然骑马来 我第一次见到会骑马的女人 好一个卓尔不凡的女子 干 怎么老朱家的男人 脑回路一个比一个奇怪 谢谢你 十二弟 母后说 父王帮我订了徐家的长女 为正妃 我还在想 我会不会不喜欢她 这意思就是很喜欢了 也是 朱棣可是个猛人 口味特别也不奇怪 我有一件事 要求十二弟 四哥请说 不必客气 我已年长 不好入后宫 又怕母后不喜欢徐小姐 所以想请十二弟 替我去母后那里 看看情况 说说好话 你这是怕横生枝节 举不到心上人啊 我正巴不得 你欠我人情 以后万一真没地方躲 还能躲去你的北平 嗯 行 既然四哥这么喜欢徐小姐 我自当尽力帮忙 常应拜见皇后娘娘 不好 来人 快把门关上 你女惶恐 不知何处惹皇后娘娘不悦了 唉 你跟徐大人在北平已久 忘了这宫中的规矩了 我且问你 按照皇上颁布的福祉 你来见我应该穿什么衣服 从皇帝到各级官员后非命负 再到农民走卒 都有定制 不能乱穿 不然就要受罚 平时在家怎么穿 只要没人举报 倒也无事 可你今日是入宫 怎能还这么随便 也不知道 你是故意这么做 还是匆忙入宫忘了理智 回皇后娘娘 前日大雨 拖慢了行程 我们五十末 才到应天府外五十里处 便接到圣旨 要为时出钱来皇宫面圣 可臣妾 却是刚被皇后娘娘赐了五品 还没来得及做服饰 为了赶路 又骑马而来 所以才 是臣妾不懂规矩 求皇后娘娘 不要责罚家人 唉 我倒不会责罚你 可是你这么出去 被阎官看见 少不得要在皇上耳边叨叨几句 到时候皇上也左右为难 不罚你们 政令执行不下去 罚你们 又心疼 这么鲁莽的女子 怎么能让她坐地儿正飞 爱 本来以为会看到这一对未来婆媳把守阎欢的场面 没想到却闯入了这样尴尬的场景 不管是什么事 先退开再说 我才没有那么喜欢管闲事 夏儿啊 进来吧 到母后这来 母后 夏儿有什么事 我是替朱棣和徐长英拉皮条的 开玩笑可不能这么说 回母后 我听人说 来了个骑马入宫的女豪杰 所以特地来看看是何等人物 马皇后一听 老十二叫徐长英女豪杰 方才厌恶和不悦的心思 瞬间大了 起来说话吧 来 夏儿 这就是徐大人的千金 徐小姐 果然名不虚传 听说徐小姐 自幼跟徐大人学习兵书 又经读经史 文武双全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母后也曾于乱军之中 背着父皇 骑马逃命 徐小姐想必以后 定是帮助燕王殿下 镇守北平的贤内柱 原本人对人的喜好 就是一念之间 我多吹捧徐长英几句 提醒马皇后 会骑马 不是坏事 这样就算是马皇后 不甚喜欢徐长英 也不至于厌恶她了 可不是 皇上就是看徐小姐素有美誉 才想把她指给老四 结果今日入宫 就闯了大祸了 随后 马皇后把违反扶制的事情 说一遍 听上去挺严重的 这个贤事 不得不管了 要是徐长英受罚 朱棣会以为是我说了 什么不该说的话 办砸了事情 我这个好人做不了 还把朱棣给彻底得罪了 在宫里还不怕 这坏出去 被阎官看到了 就 那就不出去了 反正徐小姐 迟早都是四哥的媳妇 不如早点留在宫里 事后四哥 母后也好尽身教导 徐小姐些宫中礼仪 我真是聪明绝顶 这不就是后来流行的试婚吗 真是便宜朱棣 那小子了 这个法子挺好的 就不知道徐小姐愿不愿意 迟早都是朱老司碗里的菜 也不在乎早这一年半载了 臣妾愿意留在宫中 好早晚服侍娘娘 聆听娘娘的讯言 家中得知也会支持 果然是个聪明 又通勤达理的好孩子 去把燕王殿下请过来 我亲自跟她说 这是徐达大人家的小女儿 你未来的媳妇 从今而起 我就做主把她留在宫里 伺候你了 你领回宫里去吧 怎么回事 半个时辰前 不是还说是相亲吗 怎么一下 就直接让我领回去了 再说这么个大活人 我领回去 四哥 母后有成人之美 你还犹豫什么 谢母后 先把徐小姐送去燕王殿下请宫 老四 老十二 你们跟我去跟皇上说这事 臣妾可喜欢徐大人家的闺女了 决定从今日起把她留在宫中 虽然大概知道 老朱叫我把女儿带来的意思 可就算你朱元璋是皇帝 三维六聘这些礼数 该有的是不是 还是要走一下过场 直接把人留下算 怎么回事 啊 这个 请皇上成全 马皇后很少提要求 看样子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 不好当着徐达说的事 嗯 皇后喜欢 那就留下吧 啊 你们俩怎么复唱复随的 就把这是定了 是不是该问弄我的意见 就算是选秀 那不也要下个纸吗 你们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若是有人问起 小女为何入宫而不出 说三道四 微臣该如何回答 徐大人只需说 徐小姐自幼养在宫中 此次你回京 她不过是出宫 与你短句 便回了宫 此后若无皇上与我的准许 不再出宫 直至与燕王大婚 阴天王返北平 最快也要两个月 如此 自然要把她圈在宫中才好 省得她又做出什么 惊天动地的举动 连累徐达 还连累老四 如此 多谢皇后娘娘恩情 跟着老猪战死的旧部 有些遗孤上晓 马皇后都是如几初 待在身边抚养长大 就凭这一点 马皇后就不会害我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 若是还有言官要告 如何是好 放心 母后睿智 父皇为言 自然会把这事处理妥当 皇后跟老猪两口子 有一个共性 就是护独子 只要认作徐长英 是他们的儿女 不惜一切 也会保下来 再说 人都入了皇宫了 穿什么吃什么 自然有皇上和皇后馆 谁还来瞎比比 就是找此 多谢 四哥欠了你一个大人情 不用 不用谢 以后弟弟 我要是被人追杀 四哥记得 今日情分 他就收留我就行 十二弟严重了 父皇和大哥都那么喜欢你 怎么会让你陷入那种窘境 他们是不会 可是他们的儿孙 朱允文就会 你就说答应不答应吧 十二弟若是有难 我自然是赴汤蹈火 也要救你出来 好 四哥千万记住 这句话 嗯 四哥你老丈人出来了 真是便宜 你这浑小子了 如此 你以后可要好好带徐小姐 知道了 皇上 您叫选来的几位美人已经到了 朱元璋 你个老色批 当着老婆的面选戒 不要脸 再说后宫 已经那么多美人了 你还要选 来 彪儿 咱既然给了老四女人 不能冷落了你 你到如今才给咱生了一个孙子 太少了 这些美人 是咱精心挑选 都是出身清白 知书达理的小姐 你都带回去 记得与陆君瞻 多姿多福 崔青 礼部尚书崔亮之女 吕莲儿 礼部尚书旅本之女 哈哈 祸海的根源 找到了 这个吕氏 原来这惠儿 才到朱镖身边来 也就是说 我还有大把机会 阻止朱允文的出生 嗯 那个吕氏 肤白貌美 风屯细腰 确实漂亮 嗯 这家伙怎么跟朱老四 看徐长鹰的样子 一毛一样 麻烦了 朱镖要是对吕氏动了心 日日临幸 朱允文出生 不是迟早的事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嗯 你又要干嘛 啊 父皇 这姐姐好漂亮 赏给我吧 哈哈哈哈 红颜祸水 太子殿下体弱 经不起这等美人 日日吸精血 好精力 赐给任何一个哥哥都不合适 让他来祸害我吧 别胡说 等时机到了 咱自然会帮你选几个漂亮女人 我们朱家的男人就是要妻妾成群 儿孙满堂 别的女人 我都不要 就要这个姐姐 你个小兔崽子 还没完了 咱赏赐给你兄长的女人 也是你能抢的 撒手 不然看咱不打死你 逆子 这几日都不要来一书房了 让咱喘喘口气 让你抢 让你抢 你哥好不容易有个喜欢的女人 你这小子也来抢 你抢去干嘛 陪你玩你吧 抓之了吗 刘大人好 李大人好 刘大人可有什么事 我呀 刚好路过看到一个笑话 就讲给李大人听听 得 是什么 徐达徐大人回应天了 是 知道 他回来续职 皇上要徐大人把长女也带了回来 想把徐小姐指给燕王做正妃 朱家老大到老三起的都是开国功臣的女儿 别以为老四朱弟怎么也要轮到我家的女儿了 同为老朱的怀心老乡 结果竞选了徐达 如今徐达手握重兵 要是还成燕王阅长老朱的亲家 那岂不是亲上加亲 以后徐达回来 朝堂上哪里还有我站的位置 不行 不能让徐达把女儿嫁给朱弟 这个徐大人啊 竟然让徐小姐骑马穿着浸装便服辱宫 真是老糊涂了 哦 果然有机可乘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徐达自己知难而退了 徐大人 徐久不见 李大人 徐大人切不可答应令千金与燕王的婚事 嗯 为什么 徐大人为高权重 已经遭朝中各位大人们嫉妒 若是再跟皇家结清 定会让阎官们疯狂挑策 让那些阎官去挑吧 我人正不怕影子写 也没什么次好挑的 真的吗 敢问令千金今日穿的什么衣服入宫 哎呀 我真是太粗心了 只想着按时赶到宫中面胜 忘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徐大人好好折磨一下 老夫先走一步 还好 还好马皇后预先就做了防备救了我 不然明日朝堂上 阎官们玛丽全开炮轰 说徐长英不守护导 不按照扶制穿衣 到时候结清肯定是结不成了 搞不好还要挨法 这个好主一定是香芒出的 不然此时跟香芒一点关系都没有 马皇后不需要带着香芒一起过来 这个香芒竟然有这等谋略 真是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啊 既然受人恩惠 自然是要当面道谢才好 听说香芒每日下午要去刘伯温家里学习 这话也差不多该出来了 大丈夫何患无期 你还这么小 有什么好伤心的 以后我帮你找更漂亮的 我也不是 那么喜欢他 就是不想让太子靠近他 香芒殿下 完了 这老头估计是知道我出主意 把他闺女扣在宫里 记不过在这赌我 香芒殿下 徐大人好 徐大哥 许久不见 蓝大人最近可还好 还好还好 收了个好徒弟 每天都很开心 要是我这徒弟有什么地方 淘气惹徐大哥不高兴了 徐大哥看在我面子 饶他一次 不不不 我哪怪最香芒 我等在这里是专门为了谢谢香芒的 嗯 若不是香芒给皇后娘娘出了主意 我们徐家明日就要遭殃了 难得徐大人这么快就想明白了 啊 你们在说什么 师父不用明白 只要知道有喜酒喝了就行 金玉远望徐小姐入宫 竟然隐约可见皇后之气 本来想借李善长那个小人的手 阻止朱棣去徐长英 看来泡汤了 遗憾 这可能就是天意吧 天意不可为 父子教我一个让男人远离某个女人的法子 没有 我只会周易 你说的那个是五谷邪术 我不会 开玩笑 要是有那种控制人心的法子 老夫哪里还需要每日苦口婆心劝朱元璋要做这个 不要做那个 今日也不用费尽心机绕一个大丸子 阻止朱棣取徐长英 这老滑头肯定是听说我今天跟朱镖抢女人的事情了 怕我捣乱才不肯教我 算了 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看朱镖今天那样子 今晚上搞不好 就会临幸屡试 不行 不能耗在这里了 我要赶紧回去 老师二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 雕儿做事从来都是一百亿眼 认认真真 从来没有这么魂不守舍过 雕儿 咱选女人给你 只是为了让你能多生几个子嗣 保证咱老朱家血脉延续 以后你也好从诸位儿子中挑选合适的继承人 你绝不可沉溺女色 知道了 女人对咱们朱家的人来说 除了正妻是亲人 其他女人再漂亮温柔再聪明体贴 都是生孩子的工具 你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咱要给你娶长玉春家的闺女为正妻呢 因为只有她血统和出身当得起这个身份 儿子明白 哼 你要真喜欢屡莲也无妨 当她生下第一个儿子 咱就把她父兄都杀尽 对了 吕本没有儿子 那就把她数百兄弟子侄都杀尽 一年日后吕氏一门外骑干政 仗着宠爱 作威作福 老十二这小子虽然有些淘气看着瞎胡闹 还真就每次都有原因 关键 那吕氏确实妖媚 姓啥不好 要姓吕 总让咱往汉高祖的吕后身上想 知道了 父皇无需如此 吕大人素有青年贤民的名声 而臣也不会对吕氏痴迷 太子殿下 长姐姐让臣妾在这里等殿下回来 平日里都是她在这里等姑的 白天你可曾被吓到 不曾 让殿下担心了 是连二的不是 这触感怎么跟刚才不太一样 毛茸茸的脑袋只往姑怀里钻 莫非进来了一只野猫 弟弟劝大哥远离此女 兄长怎么就是不听了 喜有此理 这里也是你随便能进来的 弟弟都是为了兄长好 来人 把湘王送回他的寝宫 以后谁再放他进来 我定要禀告皇上严惩 你个小垃圾 你完不起 你果然已经被这个狐狸精迷住了 兄长 我是为了你好 你千万要三思啊 这孩子也太执着 太奇怪了些 可不是 我这个弟弟就这样 淘气又古怪 慢慢习惯就好了 殿下平日里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时候差不多了 怕是被皇上教去说话 殿下既然回来了 怎么不进来 进去吧 你会不会怨我 怎么会 多谢你肯收留我 要不是你和湘王 我如今就在牢里了 放心 在大婚之前 我都不会 今日跟你在城楼上的那个孩子 是不是也是湘王 原来他也看见我们了 可不是 是他把我拉去的 不然我还 还没法提前见到你 说不定就救不了你 想想有些后怕 湘王看着年纪不大 但是却挺周全 后来静下来想想 湘王当时说的那三句话 没有一句是白说的 让皇后娘娘短短时间 对臣妾从嫌弃变成了维护 可不是 除了朱素 这个义乃同胞兄弟 他是这世上唯一一个真心实意帮我的人 尖天色 咱家老四与徐家闺女的婚事 尽早去挑选个良辰吉日 臣以为不妥 哇 今天不说锋芒的事了 真难得 说说看有何不妥 徐氏有为福之 还起码横行于皆是 不足以为燕王妃 老十二这小子真是滴水不漏 着实一个好人才 这个徐长英的事情啊 是这样的 马皇后一直很喜欢徐小姐 几年前徐大人去北平的时候 马皇后不舍得徐小姐颠簸远行 就把她接入宫中抚养 几日前 徐大人说到了印天府附近 徐小姐说想去迎接父亲 咱特许她简装轻其前往 与徐大人会合后 再一起回宫 漂亮 这么刁三周到的法子 绝对不是老朱这种人想得出来的 马皇后和朱镖忠厚 也不是有这种极致的人 那就只有朱蒂克相忙 不对 这个是朱蒂不可能自己提出来 那就是相忙 不愧是我看上的毛子 可惜帮了倒忙 诸位可还有要说的 你是皇上 你说徐小姐在宫中已经住了几年呢 那就是住了几年呢 我敢说不是 我又没住在宫里 行 没有就下一想 皇上 既然说到阎王成魂的事 那不得不再次跟您讲讲 冯王的要害 嗯 驳回 散朝 嗯 有事快说 昨夜太子殿下本要临庆律时 被湘王搅黄了 什么叫搅黄了 湘王爬到了太子殿下床上 这个逆子总是让咱大喜一下 又大怒一下 总有一天咱要报血管 为何早不报 太子殿下说 这等小事他自己会处理 不用让皇上心烦 不准我们报 而且太子严令东宫之人不得再放湘王入内 彪二世怕咱罚他吧 行 咱就当不知道 让他自己处理 那小子在胡闹 你再来报给咱 是 李爱卿对这是怎么看 皇上莫要责怪湘王 为此动气 湘王年又淘气 他哪里懂这些 少在咱面前阴阳怪气 你是在提醒咱 老十二世被人指使的 陈不敢 经过昨晚猪下人搅局后 猪标被成功激起了逆反心理 决定今夜不管如何 一定要灵性吕莲儿 回来之后 就让工人把他的卧房内外 床下 梁上 桌下 柜子里 全都搜了一遍 确定猪下人不在 才放心了下来 你个小垃圾 以为这样就难倒大爷了吗 大爷我可是新世纪的接班人 你觉得我跟老猪要望远镜 就是为了帮猪弟看老婆 这场限制级现场表演 我照看不误 嗨嗨嗨嗨嗨 桌标同志 你的手放哪里呢 国有圣人说 男女受受不侵 这兄长没法当我 杀杀杀 你下来 我不 我一下来 你就会派人把我送回寝宫 然后跟那吕氏 干见不得人的勾当 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吕氏是父皇赏的妾 我特么是奉旨播种 你先下来 要我下来也行 你答应我两件事 你先下来 你先答应 好 我答应 你说 第一 不许去告诉父皇 好 不说 第二 不许靠近吕氏 好 不靠近 你们闪开 送回寝宫 告诉湘王寝宫的人 要夜里再放湘王溜出来 我亲自叫人打板子 明早一早 立刻禀告父皇 你怎么不讲信用 信用 你整天这班来闹腾 我不亲手打你屁股 就是信用了 殿下若是觉得 打死陈帝能解恨 陈帝自当慷慨赴死 只是殿下千万 要离那女人远些 这是为你 为大明设计安稳 这孩子绝对是老天派来课我的 收起你那拙劣的演技 走走走 赶紧送他走 这次头上一把刀 太子殿下 一定要保重身体 远离女色 蓝玉 刘伯温 宋莲 你们三个居心叵测 以下犯上 知罪吗 我把最近做的事 在脑子里都搜了一遍 也没有想到 有什么能让老朱 这么生气的事 而且还是跟刘神棍 和宋叔呆子一起做的 你跪那么利索干嘛 是啊 这样搞得好像心虚一样 可是跪都跪下了 除非老朱说话 我也不能自己就站起来 陈愚顿 请皇上明示 你们三个 一个身为太子 非娘舅 一个是太子帝师 一个身为湘王老师 联合起来 教唆湘王 扰乱东宫 是怕咱赐给太子的世界得宠 太子妃逝世吗 还有这是 虽然父皇是在老师傅打乱拳 不过我要冷落吕莲儿 对这三人确实有好处 毕竟吕莲儿的父亲 女本是李善长提拔上来的 妥妥是怀西派的人 刘伯温和宋莲 则被父皇认定是浙东派的 也是阎官的头目 这样一来 我本来想获悉你 也不好出声了 毕竟明面上 我要不偏不倚 平衡各方势力 哼 真应了那句话 郁家之罪何患无辞 肯定是李善长那个老绿茶 在朱元璋面前说了什么 老朱不舍得打我 又没有别的法子 索性乱拉扯 干掉一个算一个 还能镇住本大爷 让别人替我受过 不是本大爷的性格 再说这三人 都是反对分封的中流砥柱 我怎么会让朱元璋如愿 解灵还须戏灵人 就只能接着忽悠了 来人 给咱一人三十大班子伺候 看谁还敢干涉后宫 一看到这逆子 咱就血压高 让他在后面听着 本以为他会吓得躲起来 再不敢胡闹 结果他却冲出来找打 父皇可是再说儿臣 这事是儿臣自己琢磨的 跟三位师父都没关系 三位大人都是忠良耿直之士 父皇切莫听小人挑拨离间 那你倒是说说看 到底为什么每夜去东宫 闹头你长兄的房事 还有这是 亲爹啊 我也要脸啊 虽然是事实 可是拿到朝堂上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 还是不太好吧 我肯定不能直接说 吕氏会生出一个 把我变成烤鸡的儿子啊 只能瞎编了 父皇 这后宫人缘繁杂 太子殿下 如今妻妾众多 如果不派人记录 就是一笔乱账 我真佩服你这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本事 漂亮 这小子真是把控制人心玩得明明白白的 朱元璋多疑 又特别在意血缘关系 这些话可不就是说到他心砍上去了吗 当年咱四处征战 朝不保夕 不得不四处留种 完事留个信物日后好做凭证 后来咱发达了 女人拿着信物找来 才有了这么多孩子 现在想想 这件事其实有个很大的漏洞啊 信物只能说明有过一夜之欢 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咱的也不好说呀 就算是当了皇帝以后 后宫也不是没有女人给咱戴帽子 别的皇子还好 彪儿的子孙可是关系到继承人的血统纯正 是应该记录一下 到时候非凭了怀孕 时间对不对 一查就知道 古代圣贤说过 君子不能沉溺于女色 太子体弱 若是夜夜欢歌到天明 越发伤身 也需要有人记录 提醒适度为上 老十二说的没错 不会吧 老十二这小子胡说八道 你作为一个成熟健全的成年人竟然姓了 还要采呢 儿臣不采 愿当此重任 呵呵 到时候朱彪 只要临姓吕士 我就说不合适 朱彪要临姓别人 随便去 我就不信这样 吕莲儿还能怀孕 这种事 你个小屁孩 掺和什么 自由太监们去管 想得美 咱是那么好骗的 咱会给你机会捣乱 则搞了半天 白折腾了 湘王不愧为皇子 虽然淘气 却心怀家国天下 果然是辅佐太子的好人权 太子和湘王都如皇上一般睿智英明 真是天下苍生的福分 皇上善万福 各位爱卿都起来吧 多谢好兄弟救我 不谢 不给老猪台接下 大家都没好果子吃 散潮 老十二 小子跑什么 咱又不会吃了你 父皇和长兄忙于国事 儿臣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 你反正也经历过盛 从今日起重回于书房 看奏折 啊 对了 早朝你也来听听 父皇 我岂不来 再说我还要去大本堂 天课呢 必须来 就站在你大哥旁边 省得你一有精力就瞎折腾 臣该死 不该妄言 但臣觉无半点诋毁刘大人的意思 我在朝堂上也没指名道姓 结果这么容易就把他炸出来了 老朱本来只是怀疑他这辉尔也坐实了 这家伙脑子不行 比不上刘伯温一半 要不是他是怀惜的老臣 早被老朱踢到一边去了 李爱卿忠贞直言 咱如何会怪罪 以后还要你多多提醒咱才是 谢上威 看见没 这就是奸臣 原来老朱知道李善长是奸臣啊 朝堂里不能只有忠臣 李善长这种 虽然能力比不上刘伯温之流 还整天想着怎么害童聊 着实是个小人 可是他对咱忠诚就够了 在朝堂里还有大作用 比如用来牵制刘伯温这样能力超群 又油盐不尽得人 只要做到把兵粮钱力 所有权力都攥在自己手里 特别是兵权 不管奸臣怎么奸 都只是跳梁小丑和黄权的工具 说到底 其实文武百官都是工具 不要把人品看得那么重 咱知道刘伯温很厉害 很正直很清廉 就是因为他能力过人又太正直清廉 在民间名声太好 咱才不敢依靠他 而是要压制他 你们想想看 他要是把所有大臣都聚集到一起 就不是咱们说了算了 现在看他们斗 咱们就省心很多 这就是势力均衡 按刘伯温的话 叫阴阳协调 刘伯温是阳面 李善长就是阴面 果然将是老的辣 这一套腹黑帝王术 难怪让那么多猛人 都心甘情愿对他俯首称臣 散朝后 朱元璋宣布从即日起 他和太子灵性非平 均要由寝宫主管太监 详细记录在案 朱彪每每抱着 吕莲儿想要做点什么 便会钻出来个太监 拿着一个本子和一只笔 在一旁等着 导致朱彪性质全无 只能老实睡觉 彪儿 咱们数日都不曾临行任何人了 可是咱赐给花儿的女人 不合心意 你不是挺喜欢吕氏的吗 儿臣是喜欢吕莲儿 可是有人站在一旁看着 实在是提不起性质 就算是个身残之间的太监 看着也不行了 嗯 有人听墙角确实不爽 彪儿用年轻脸皮薄 比不得咱当年在马圈里 数从后 柜台下都能干成 那这样吧 不听墙角了 由上寝思女士 事后记录 咱和太子签名确认即可 若是仓促之下 有信物 不无录也算 既然是咱亲点记录的本子 就叫 新录布吧 诶 这可不行 吕莲儿又有机会了 自从那日我被从树上抓下来 送回寝宫后 夜里根本就出不来了 而且总用这种法子 让朱彪真的讨厌我 就得不偿失了 嗯 朱家人绞尽脑汁想法子 以至于今天朝堂上吵架的声音那么大都没注意到 皇上 臣把良辰吉日算出来了 明年五月十五就是良辰吉时 嗯 要为老四好好操办 让户部准备五十万两银子 五十万两太少了 怎么也是燕王殿下和徐大人千金的婚事 至少要一百万两银子 天下出定 不可如此铺张浪费 五十万即可 燕王的寝宫需要休息 五十万两肯定不够 那就再加五万两 不能再多了 如此你来我往 最后双方在愉快祥和的气氛中 定了总数为六十万两 朱元璋还是挺满意的 比他预想的数字还多了些 哈哈哈哈 如此朱爱卿就去准备吧 没钱 草堂堂大明帝王 竟然连区区六十万两银子 都拿不出来 你逗我玩呢 啊 继续想了想 其实也不怪 户部尚书 老朱贫苦出身 经由一伯付税 重农一伤 所以收上来的税负都是食物 国库里粮食 脏麻各种器皿成堆 就是没有多少银子 就现在有的这些银子 都还是老朱这几年 抄贪官的家 抄来的 还要留着 宫中日常用度 给官员们发奉路 咱养你们 不就是为了让你们替咱分优想法子吗 这不还有今年的付税没收吗 再说还有几个月 户部赶紧用国库的东西去换银子 陈无能 开玩笑 就算今年付税收上来也是失误 没有现意 两蛋米才换一两银子 六十万两银子要卖掉一百二十万蛋米 一下子上哪找这样的大户去 不是 怎么个是 你瞅我干嘛 你看我 你看我也没用啊 国库缺银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 你免这里的税 免那里的税 也是为了让百姓休养生息 是与国与民兜有利的好事 也不能忽然增加赋税 如果不增加赋税 一时之间又去哪里筹措这么多银子 满朝文武都无用 难不成要咱去问一个孩子 着实太伤大名的脸面 太让咱生气了 哼 散朝 重八 刚支出的一卷布料 给你做件衣服可好 可是有繁星之事 朱元璋看见马皇后脸色才稍微好点 就如竹筒捣豆子一样 把事情讲了一遍 这有何难 宫中经营首饰无数 先拿去换了银子 帮老四把婚事办了 等户部慢慢把国库的粮食换成银子 再把首饰拿回来还给宫人即可 这个好 赏赐给各位皇子妃子的首饰都是有记录的 而且宫中有明确规定 不能把宫制的首饰带出宫 赏来赏去 最后都是左手交右手 一直在宫里斗圈子 现在只要按照记录收回来 再按照记录发放回去 就这么办 这个小祖宗可算是消停了 可不是 太子殿下今晚上终于可以做点正事了 今晚上可是叫的律师事 肯定啊 太子殿下都等了半月了 不行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这么多人把手 一个破东宫把手那么严 搞得谁稀罕来世的 咦 狗洞 不行 小爷贵为王爷 岂有钻狗洞的道理 殿下 今天湘王不会来捣乱吧 放心 不会 今天我派了两个侍卫守着他 他就是有三头六臂都出不来 这对狗男女果然迫不及待 今儿不搅晃你们 我枉为两世人 你来了 你果然来了 不好 圈套 把我送去父皇那里吧 我甘愿受罚 十二弟救我 我还是个孩子 我什么都不知道 出来吧 求湘王救救剑妾 只有殿下能救我了 求湘王发发慈悲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 这话算数吗 算数 只要十二弟肯答应这一次帮我们 你先说给我听听 是什么事 湘王殿下闹了几日 殿下为了安抚臣妾 就送了一个金簪给臣妾 只是臣妾母亲忽然得了大病 要寻成立一个民意诊断 只是诊斤救了二十两一次之多 父亲拿不出那么多银子 臣妾心中焦急 刚入宫手里也没有闲钱 就把金簪送出宫换了银子给母亲治病 事后才跟太子殿下说 吕家怕被人看出来是公治的首饰 已经把金簪融化成金块 请了大夫抓了药 姑也没觉得有什么 本想着月前下来了 再照样子做一个便好 没想到今日母后会提出要把首饰收回来 给四弟成婚用 宫中规矩 私自将公治首饰带出宫 账二十 如今找人做也来不及了 况且宫中营作局的工匠就那么几个 万一泄露了出去 连而必死无疑 大哥身为太子 真到了那一步也不能迅思枉法 我实在是想不到好法子 只能来求十二弟 呵呵 大哥明明知道 我不喜欢吕莲儿 完全可以借这个机会 直接把吕莲儿弄死 省心省力 一劳永逸 大哥难道没有想到吗 我知道 所以大哥也是孤注一掷 赌十二弟本性善良 还念着兄弟勤奋 这是个好机会 我只要不管 吕莲儿必然是死 不过朱彪也会从此怨恨我 算起来也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 吕本也算是个清官 不然也不至于需要吕莲儿变卖首饰 给母亲看病 这事还真的只有我化解得了 比我大的皇子会被老朱怀疑 比我小的没有这个胆子和本事 弟弟可以冒死帮一次 不过兄长也要答应我不能临幸吕莲儿 我要是答应了你 难道要吕莲儿守一辈子活寡 这不比死了还痛苦 若是真的如此 不和打进冷宫差不多吗 以后年老色衰 一无所冲 就真的只有冷宫等着我了 不知道十二弟为何对此事 执念如此之深 兄长实在想不到 我喜欢莲儿对你有什么方案 其实我只是不想让朱允文来到这个世界啊 朱允文什么时候出生来着 好像就这两年吧 我的历史真是扎到蛋疼 要你一辈子不碰他 有些不人道 这样吧 你只要两年之内不碰他就行 好 我一定做到 不要着急答应 我要你以吕莲儿生出的第一个儿子发誓 不是我很毒 我只是要活下去 还要确保自己能安享晚年 其实我呀跟不信誓言有什么用 不过就是想约束朱镖 确保他遵守承诺 况且朱镖若是守诺 这个誓言不会伤害到任何人 呵呵 看吧 你果然不打算履行承诺 想要我帮忙 却又不肯付出 这个眼神和他年纪根本不符 好冰冷 罢了 就算这一次过了 他也依旧能用这事逼死吕莲儿 只要十二弟肯帮我躲过此难关 我朱镖发誓两年之内不灵性吕莲儿 不然 吕莲儿生产的第一个儿子 逼妖折 好 如此 你们听我安排 午夜时分 东宫里忽然吵闹起来 你说好不灵性 这个狐狸精的 竟然还送他金簪 要不是母后 要收工中首饰 给四哥结婚 我还不知道 你们别上来 别伤到十二弟 你先把金簪还给兄长 有事好好说 不给 给你的话 到时候你又拿去哄那狐狸精开心 十二弟小心 天黑路滑 不要追太紧 不然他跑更快 容易跌倒 十二弟 你也太暴殿天雾了 好好一个金簪 怎么就扔了呢 真是天衣无缝 滴水不漏 即便真扔了的金簪下去 也不能保证 就一定能捞上来 这金簪 算是顺顺利利的失踪了 小兔崽子 你又在胡闹什么 众人寻声看去 朱元璋衣衫凌乱 屁头散发 跟个老疯子一样 忙低头让开了道 刚才听宫人报说湘王去东宫大闹 然后被追着往湖边去了 朱元璋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 就狂奔出来 看见朱虾仁和朱镖都玩好无恙 刚才惊恐恍然的心才稍稍平静 朱虾仁和朱镖知道他是被吓坏了 眼角一热都跪下了 儿臣有罪 父皇不要动怒 都是儿臣的错 为了个女人让父兄如此 真是大罪 一个金簪 父皇不必如此着急 咱是因为金簪吗 咱是因为 一个沙发果断 屁腻天下的帝王 说到这里竟然哽咽了 这孩子 真是一点都不懂老父亲的心 都给咱进去屋里 鬼 这 慢 慢 说 说 怎么回事 十二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 儿臣赏了吕连儿一个金簪 跑来说要看 吕连儿不之所以 想着小孩子只是图个新鲜 就拿给他了 谁知道他拿到金簪 就开始大吵大闹 方才还把金簪扔到了湖里 哎呀 金簪啊 说吧 女子 你到底想干什么 金簪应该是母后 和太子妃这样的女人 才能享用的 屡是一个小妾 凭什么用金簪 可见太子殿下 已经被他美色迷惑 失去心智 儿臣当然要抢过来 哎呀 你个败家子 他有没有资格享用 也不是你说了算 况且就算他不能享用 你报给咱 咱收回就是 怎么跟银子过不去呢 现在你四哥要结婚 挣缺钱 你怎么能把个 好好的金簪给扔到湖里呢 也是啊 嘿嘿 啊 逆子 你要不想个法子补救 咱今晚上就打死你 哼 哦 咱和马皇后统计了一下 就算把所有首饰都收集起来 也不够六十万两 还要把一些古弯字画拿出去典当才行 这太伤咱的自尊了 小时候吃不饱 要乞讨 没想到如今都坐拥天下成了九五之尊了 竟然还要典当家产给儿子办婚礼 咱这么辛苦 风里来火里去 刀光剑影 到底图个什么 也是啊 没银子的话 以后想逍遥快货也不行 以后要是看上个姑娘 想送人家点东西 总不能拉一车大米和桑麻去吧 缺银子的话 今年收付税的时候 要求下面交银子不就好了吗 把食物全部折算成银子交上来 地方州府方便 朝廷也方便 粮食桑麻器物路上 运输容易坏和丢失 还不好统计 再放开 南来北往经商限制 允许南北货物交流 银子自然就活了 朝廷也可以从商人那里多收税 大家都开心 有道理 咱让农民交粮食和食物 本意是防止有贪官从中盘剥 但交食物这些个贪官也是一样的盘剥 听说 牙医们下去收粮 都是把斗装得满满的 然后踢一脚 掉下来的 就成了这些贪官的辛苦费 还给这种做法取了个专门的名字叫踢斗 用笔平时大的斗收 用正常的斗往上浇 多出来的 就被瘫了 这种事情滤进不止 如果折成现银 确实就好统一规范和伎俩了 求父皇莫要气坏身子 早些回去休息 这件事都是儿臣的错 明早儿臣自己来御书房领罚 哪有这么便宜放过这小子 明日造巢 你带着这小子一起来 咱要在朝堂上好好罚他 要是我们父子三人在御书房关起门来说话 万一有什么破绽 还能想办法补救 到了朝堂上 就不是我们三个能控制得了 那些盐官各个如狼似虎 嘴见舌华 非要让一个人倒霉不可 是我连累十二弟了 等下殿上见机行事 这都不打紧 殿下记得答应过 我的事情才重要 真是好深的执念 时时刻刻记得这个 好家伙 站着都能睡着 这是压根就不担心自己被罚呀 算了算了 这小子昨天虽然闹得天翻地覆 却也想出了个翻天覆地的好法子 就当那金三是赏他的得了 随后朱元璋向百官 把昨天老十二说的 把食物税负折算成现银的法子讲了讲 却只字不提南北自由经商的问题 原来是把我叫过来 听他讲这个 看来老朱视信了 昨天我们演的那场戏 老朱小时候被奸商贪官 祸害太多了 有严重的心理创伤 到现在还是讨厌商人 可不让经商那些食物就换不成白银 一切也是白搭 皇上真是睿智盛名 这个法子可不就是解决所有问题了吗 从今往后 再不用我到处摆摊卖粮卖东西 可不就是好吗 再说收银子上来放在国库比那些粮食 药材 不匹什么的药好保存多了 至少不会闹鼠患 不会没变 我的事就少了好多了 皇上三思 这个法子容易层层盘剥 助长贪腐 我也知道这个法子并不是万全之法 只是恕害相较取其轻 树立相较取其重 折中选一个最合适的而已 就算是赋税 收银子不收食物 贪官不也想出银号 火号这些法子来贪污骂 没有良心的官 拼命贪 导致祸国殃民 有良心的官 贪一点 把活干漂亮 也无可厚非 人天生就是贪徒享乐的 总是要让干活的人 也活得舒坦点 存天理灭人欲那一套都是放屁 说这话的珠希自己都取了两个尼姑招摇过世了 靠着珠标真暖和 太好睡觉了 又是这小子想出来的 这是个孩子能想出的法子 或者他又是歪打正招 别吵了 谁再吵先打二十板子 这帮酸腐如沉 昨日让他们出主意 就个个像咸鱼一样装死 现在咱提出解决办法 他们不想着怎么让这个法子顺顺利利实施下去 光想着唱反调 真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城上有一个疑问 如今天下钱币尚未统一 如何统一标准收取税付 哼 红武元年 咱就要公布铸造红武通宝 如今都红武八年了 你们还跟咱说钱币尚未统一 这七年 你们干什么去了 之前还说是因为铸造的钱币量不够多 无法公全天下使用 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从今日起 给各位官员发奉录一律 全部用红武通宝 咱就不信 这样都推不下去 刚才反对的人 先把家里的银子都捐出来给国库 把这事办了 再来提反对 陈家中尚有碎银十两 愿献给皇上 皇上且不可贸然改变赴税制度 不然恐激发明怨 这个老古董 咱是缺你的十两银子吗 咱是缺一年几百万两的开销用度和修建皇宫的钱 还有边疆各地的军饷 咱就一句气话 你竟然厚着脸皮顺杆子往上爬 陈家中也有五两碎银 愿意借给皇上度过难关 不应该啊 刘伯温这么聪明 肯定能明白这个法子的好处啊 我有套银去 剑内有一只银镯子 原来闹这么大 是奔着他去的 刘伯温宋林他们是赤脚不怕穿鞋的 反正家徒四壁 李善长就麻烦了 他喜欢收礼 家里金银器敏肯定不少 这惠尔表忠心 说少了 朱元璋肯定不信 说多了 大家又要问你的钱哪里来的 如果朱元璋一叫针去李府搜 那就真的麻烦了 不用说了 这件事咱已经定了 刚才凡是说不同意的人 捐了银子后 给咱去中都凤阳 明日出发 小年前才准回来 你们好好反省自己哪里错了 然后再琢磨一下 怎么样让这个政令实施下去 等从凤阳回来 每人必须上奏至少三条可行的措施 开恨 哼 让你们使坏 现在自己倒霉了吧 这正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至少好几个月 你刘伯温不能再跟我作对了 臣 叩谢圣恩 不对不对 这个老神棍肯定还打了别的主意 是了是了 除了引火来我身上 也是在试探老朱执行新政的决心 其实最应该反对的人 是我才对啊 各机关人层层盘剥的东西 最后都会孝顺我一点 什么剔斗 换斗都是我挖空心思琢磨出来的 就各州县连负责收粮的两掌 时隔有七八个都是我的人 现在换了玩法 我又要想别的法子来应对了 太子领年满十二的皇子以及湘王 与众师傅同榜 百计祖坟 蒋武中都 去哪里 去干嘛 去练骑射功夫 演练兵法 去捣乱 这不正是你最喜欢的吗 我去凤阳皇宫 说的好听是皇宫 其实才修了一半 就是个工地现场 我们这么多人 加上随从去了 住在哪里啊 吃什么啊 难不成搞野营吗 本来还想着 当往也能左拥右抱 吃香喝辣 结果现在整日 连温饱都解决不了 还要担惊受怕 奔波劳累 儿臣舍不得 父皇母后 父皇还是 让儿臣留在应天吧 不 谁都可以不去 你必须去 小子 折腾咱不用付出代价吗 你给咱老老实实 回凤阳乡下锻炼一下 回来再给咱老老实实出主意 行了 散丑 都回去收拾东西吧 折腾别人 就为了自己清静几天 还要美其名曰 锻炼孩子的意志 增长见识 我们都走了 父皇一个人处理政务 太辛苦了 咱特地把刘伯温他们都调走 就是想看看没了他们 朝堂会如何 以老朱的能力 其实也不会怎么样 就是更累了而已 其实细想想 去凤阳也不是 完全没有好处 至少朱镖有三个月 见不着吕莲儿了 殿下 这是皇上伤给湘王殿下的 皇上还说湘王昨夜闹累了 好好多不 想夸奖小爷 出了个好主意 却不肯好好说 天下的父亲 都是一样的别扭和傲娇 就算是帝王 也好不到哪里去 天边的浓黑刚刚淡成莫兰 几颗星四明四面 众王爷 夫子 师父和侍卫随从们 都已在玄武门集合 朱元璋穿着长服 望着自己的儿子 表情淡淡的 心里却满是骄傲的 老大到老五都已经是大人了 特别是老大和老四 气质越发沉稳 老六老七老八 最近个子也往上窜了不少 可以当半个家了 就这个老十二 小子 你还是太年轻 不知道再加千日好 出门一时难 到时候要什么没什么 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 看你如何是好 自从去年大败蒙古人回来以后 就再没打过仗了 整日在朝堂上 看那些书呆子们吵架 真是无聊透了 最近连做梦都梦见 自己站着江绳 在草原上驰骋 结果醒来却发现 自己只是攥着胡子 师父 跟景点 小心敌人 蒙古人的马刀可厉害了 师父 哪有蒙古人 卧潮 想打仗想义正了 不是去打仗 只是去带孩子们玩 我是说跟景点 我的马跑得可快了 出发了 四弟 这一去就是数月 你那同样戏 有没有舍不得你 跟你哭 我们相敬如宾 比不得二哥左拥右抱 竟想其人之福 朱爽脸上没有丝毫 朱蒂形容的那种开心 却有些郁闷 怎么了 二哥 又跟嫂子吵架了 王国之女 竟然敢被我指手画脚的 她的正妃是前朝名将 王宝宝的妹妹王小月 次妃是邓玉的长女 邓之秋 只是因为老朱想要招降王宝宝 才委屈邓之秋做次妃 朱爽极恶如丑 性格刚烈 对王宝宝极其痛恨 又是被老朱逼着娶的王小月 所以从不把王小月当妻子 却像对敌人一样 秦王妃毕竟是正妃 以后就是家中的主母 你还是要对她好些 不然后宫无主 对你也不好 就是 你人嘛 你只要一月去她房里一次 父皇都没理由说你了 她也安安奋奋 心满意足了 大哥 听说你几次都没成 我有药 你要吗 大哥在说什么 没什么 你小孩子不懂 我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父皇悄悄跟我说过 若是男人对正妻不好 肯定嗜切善度 仗着自己年轻傲美 在丈夫这里搬弄是非 要趁早杀之 呵呵 朱彪不经常吓吓你 你会记得自己发过的誓言 来嘞 好图文 算爽名儿什么天 老神棍 五十根草 也能算卦 真是忽悠人 没底线 再说了 我连步骤都没记住 算个屁 青天 呵呵 好图文 你还是认真看看吧 要是错了 我可是要罚你被卦象解析的 啊 那就是雨 呵呵 想清楚 只要错了都一样 那那那 就半日晴 半日雨 不能含糊 到底是什么时候晴 什么时候雨 上午晴 下午雨 晚上呢 雨雨雨雨 都是雨 哼 十二弟啊 阴天和凤阳 往年冬日 少雨干旱 你这挂不准啊 这要是又改口 他们定会看出 我是瞎猜的 以后 想用这个哄他们 从他们身上 捞点好处就难了 准的 准的 我可是师从 当时之名是刘夫子 怎么会不准 呵呵 就算是不准 也是刘神棍 没教好 不是我没学好 十二弟 你也说点好话 我们这行军呢 下起雨来可怎么好 下雨走不了 那就再一站呆着 刚好 其实下不下雨的都没关系 我就想快些进山 打几只野物 好开开婚 烤兔子好吃 我们去射兔子吧 还要射兔子 这一进山跑没了 谁负责 其他皇子还好 独独相亡是个大麻烦 天不怕地不怕 破坏力惊人 关键还打不得骂不得 连老猪自己都镇不住他 才把他赶出来 这要是我自己的儿子 早拿大板子狠狠 把他屁股打开化了 师父师父 你射过兔子吗 你要说这个我就不困了 当然射过 草原上的兔子 到了秋天标肥体状 毛皮赠量 但到时候出什么事 依旧腿给烂语得了 翻整他脑袋的 贴格状 抗打 搞肉吃 一个月才捞到几块红烧肉 和一小碗鸡 嘴里都要淡出鸟了 好不容易出来了 当然要吃点好的 师父师父 什么时候进山 很快很快 这一路都走关岛 哪里会进山 反正明日复明日 当他醒悟过来 就到凤阳了 正说着走过一片树林 忽然从树上窜下来 一只黑影匹手 抢了猪虾人手里的望远镜 然后三跳两跳 就消失在树梢间 小猴 算了算了 回去再给你买一个 窝巢 连爷的东西都敢抢 老子跟你拼了 相王不可乱跑 猴哥 那东西对你没用 我站在这里 让你玩会 你就还给我 可好 草 你个死狐孙 竟久不吃吃法酒 等我抓到你就把你包皮刷油 烤个外焦里嫩 这都快立东了 万木萧条 怎么这么古怪 草 原来是你这个和尚 装神弄鬼 施主有理了 你我缘分不浅 竟然能在此仙境相遇 贫僧看施主 笼子奉章 绝非凡人 放屁 老子是王爷 当然笼子奉章 你找个水潭 种棵桃树就来说 是什么仙境 等下肯定要拿出 算命解惑那一套 来骗我钱财 嗯 所以呢 施主弱得贫僧助力 踏日必可荣灯大宝 呵呵 果然 你个老秃驴 非法圈养 国家保护动物 也就罢了 还缩使他截掠 过往旅客的钱财 我今日就替天行道 你这孩子 怎么对佛祖 没有丝毫敬畏之心 少啰嗦 你这种人不配说佛祖 老子今天就要替天行道 把我的东西放下 把怀里的东西都掏出来 小爷饶你不死 掏完了就滚 佛珠 几个铜板 罗盘 符咒 零零碎碎 哟 看来还没开张呢 又有佛珠 又有符咒 僧不僧 道不到的 这是打算看来的人 信什么就用什么吗 只能怪你命不好 第一单生意就遇见了我 嗯 苏州妙志禅院 和尚道演 暂记灵谷寺修行 嘿嘿 还真是和尚 就算是和尚 也是个不守本分 居心叵测的坏和尚 道演 这个名字 豪尔淑 是什么人来着 大家都吓得半死 这小子在跟猴子玩过家家 小祖宗 你可别乱跑了 你师父的魂都被你吓没了 师父莫慌 我抢回了东西 自然会回去找你们 诸位大人 王爷 天色也不早了 要赶去驿站 怕是来不及了 这里有水有草 不如在这里安营扎寨 吃点干粮 明日再走 哪里来的 简单 姚广孝 姚广孝 不就是辅佐朱棣 取得静难成功的军师 人称黑衣宰相的姚广孝吗 这家伙上知天文下之地里 兵法智谋双绝 是跟刘伯温几乎齐名的神人 因为手段太厉害 这和尚也被某些人骂妖僧 原来他还真不是想做坏事 只是想用这猴子 引民主过来结缘 听说妙智禅院有味道研法师 精通三教 湘王殿下 竟然与他如此有缘 可不就是有缘吗 第一次见面 我就把人家打劫了 呸 如今哪里还有正儿八经的和尚 我都见过好些和尚 白天念经 晚上吃肉 不过就是打着出家的皇子 好吃懒做罢了 诶 可不就是嘛 只要我当了和尚 老猪就没法 让我去翻地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管他猪标 跟谁上床 管老猪要杀谁 都跟我没关系了 老猪在的时候 我能混个皇家寺庙主持 白天念佛吃斋 晚上花天酒地 等猪允文 做了皇帝 我都出家了 他总不至于 还觉得我会造反吧 等猪帝当上皇帝 我再还俗 当我逍遥王爷 完美 就这么定了 既燃机圆巧 和得到高人的罗盘 为事便从今日起 教你看风水 不学 骑了一天 驴累死了 我要睡觉 开玩笑 只要我想当和尚 肯定能当上 这就是个 比公务员还铁的饭碗 所以我还费尽学什么 算卦看什么风水 以后有人要算 就给个千筒 让他们自己抽就行了 此处生机盎然 同气相求 天门地户齐备 实乃绝佳之处 在此沐浴可屈并 消灾延年已受 废话 这地方不会看风水 也能看出来好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